灰姑娘未婚生女,孩子却把她当成姐姐,外婆变成了妈妈,对外宣传是领养的孩子。 朋友都笑话她妈妈太老了,所以希望爸爸能年轻一点。 金珠心里不是滋味,当初未婚生女母亲坚持这么做,对外谎称花朵是领养的孩子,怕女儿和自己一样没遇到好丈夫。 附加千金知道未婚夫的过去,留学期间家里破产,迫不得已抛弃了深爱的女孩,回到首尔定居不免有点担心,怕对方寻找心里的白月光,男人苦笑。 每次回韩国彩莉都住在富豪姨妈家,从小与表哥斗嘴打架,趁着她打电话,附加公子走进她的房间一顿乱翻,想知道女孩都喜欢什么牌子,全家人都不知道。 她有一个追了N年的女神,从做家教开始就埋下了爱情的种子,不好好上课眼睛乱看。 浮宾一期间亲手制作项链,虽然只大了三岁,但金珠只把她当自己的学生,一次又一次遭遇拒绝,转眼过去十年,她却毫不气馁,金珠拿老板的儿子没有一点办法,一见面就喊她老婆,真的超级欠便。 她害羞地一把推开,面对死皮赖脸的追求者,金珠选择封心所爱,她努力帮妈妈减轻负担,下班后还要送外卖,像个陀罗似的一刻不停闲,得知金珠不舒服。 富家公子飞奔跑去药房,买了感冒颗粒维他命保健品,夸张的是,竟然还开了好多副中药,这还不够,又买了蛋糕水果牛肉等等礼物,果然有钱就是任性。 小姑娘开心极了,嚷嚷快点吃蛋糕,外婆将她领出去,金珠不想欠对方人情,干嘛买那么多东西,快点走我不想见你,躺下来休息。 男人又抓住她的胳膊,妈妈病了我都没有这么紧张,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爱她,并认定金珠是自己唯一想娶的女人。 妈妈很喜欢男方,现在哪还能遇到像她那样痴情的人,金珠不想听唠叨。 这天金珠接到一个电话,她神色匆匆地出门,结果正好被母亲看到。 万万没想到,留学的弟弟擅自回国,怀里还抱着一个小婴儿,看见妈妈吓得男人赶紧转身。 救护车第一时间赶来,她拔下氧气照质问儿子,是不是她的孩子,听到肯定答复,她气得不想活了,这是造了什么孽,姐姐是未婚妈妈,弟弟又未婚生子。 二十二岁放弃学业,还希望金珠支持自己,宝宝是她和女友爱情的结晶,姐姐一头两个大,咱们家什么条件,倾尽所有宫里流血。 牧已成舟说什么都迟了,妈妈醒来后马上嚷嚷出院,没有老公福气的人,还能指望儿女吗? 随后将自己关在房间里,谁也不想搭理,无论金珠如何敲门,一个人将姐妹俩拉着长大,他们就是这么暴打自己,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流,一直熬到傍晚,没心单的儿子和饭店厨师一起逗宝,妈妈终于爆发,她冲出来一边打一边骂,连自己都养不活还要当爸爸,你精神还正常吗? 妈妈喊得歇斯底里,捂着胸口转身回屋,看母亲这样金珠抱着外甥泪流不止,弟弟则跪在地上,一遍一遍说对不起,希望妈妈原谅自己这一次,金珠心里五味杂陈,她清楚母亲为什么这么难受,这个家除了妈妈没人知道她的遭遇,弟弟是个恋爱脑,抽空给女友打电话,在国外好好学习,自己会用心养育儿子,当初也是她求着人家把孩子生下来的,花朵很喜欢小宝宝, 问金珠自己小时候是不是也这么可爱 小淘气还偷偷联系了妈妈的追求者,富家公子风中活活赶过来,怎么回事 家里鸡飞狗跳,金珠没心情开玩笑,晚上弟弟来房间照顾母亲,回想妈妈对自己的期待,心里很不适滋味,早上看着躺在脚边的儿子,轻轻给他盖上被子,可怜的女人一辈子为了恩,胸口像堵了块石头无处发现 当天姐弟俩强拉妈妈来医院检查,母亲觉得浪费钱拔腿就走,儿子死皮赖脸的跟上,金珠到休息区等待结账,与女儿嬉闹的一幕,正好被初恋男友看到 分开七年的初恋近在眼前,身边还有一个六岁的孩子,愣神是一个男人坐过去,让他误以为女方早已嫁为人妻,殊不知那是金珠的追求者 女强人看到儿子和徒弟在一起,表情特别不自然,富家公子解释只是顺路,这才放下心来 除了母亲没人知道金珠是未婚妈妈,儿子又被他添堵,放弃学业未婚生子,家里天天鸡飞狗跳不得安生 但血浓于水,怎么可能不喜欢孙子,趁着所有人不再偷偷逗宝宝叫,听到声音立马起声 老太太嘴上嫌弃,心里却舍不得,外孙女把她当成妈妈 现在又多了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花朵自称姑姑,让小宝贝和自己说话 此时,刚刚回国的富家女,介绍未婚夫和小姨认识 因为从小在姨妈家长大,两人好得像母女似的 席间金珠打来电话,听到熟悉的名字男人陷入沉思,但她以为只是同名而已 姨妈的徒弟正是她的初恋 晚上,郁闷的金珠妈一个人在店里喝酒 富家公子天天过来报道,她拉着伯母到外面发信 玩玩游戏又来到饭店喝酒,男人掏出一枚超大的宝石戒指,说要求婚 老太太有些混乱,那你应该给金珠,干嘛给我呀 富二代准备两枚戒指,伯母不是经常说,结婚时候什么都没有一声受苦吗 所以很想安慰她,老太太感动不已,走吧,现在就去求婚 随后妈妈摇摇晃晃地回到家,搂着男方又唱又跳 女婿最帅,女婿最棒,女婿好的呱呱叫,接着便命令金珠立刻嫁给太子 上哪能找到这么好的男人,除了显示器差鞋,几乎找不到一点毛病 一边说一边展示手上的大戒指,算是看清楚 这辈子都不能指望子女,只有女婿能安慰她受伤的心 金珠无语,一枚戒指就把妈妈收买了 随后来到天台训斥富家公子,出去喝酒为什么不说一声 知道我有多着急吗,酒壮怂人胆,男人一改温和态度 命令金珠安静下来,十年的时间就算是石头也该开花了 不要再把我当成你的学生,大三岁的家教算什么老师 我只是爱你多一些,并没有对不起你 随后强硬将戒指掏在女方身上 思来想去,还是将求婚戒指放进抽屉里 母亲让她不要犯傻,上哪能遇到那么好的男人 金珠只是提了一句女儿,老妈吓得差点被水枪到 母亲让女儿记住,花朵是我的养女你的妹妹 金珠当然懂得母亲的良苦用心,但她舍不得嫁人离开女儿 富家公子没有放弃对金珠的追求,还像往常那样帮伯母送外卖 金珠拜托她不要再来,坚称自己是独身主义 男人却无视她的存在,决定强硬一回 不能像以前那样死皮赖脸 不,那么有些事情 什么事情? 嗯? 啊,那你才知道的 今天公司举办展会 作为老板的儿子不得不前来捧场 金珠明显感觉到对方的冷淡 说一点都不失落是假的 万万没料到 竟在这里碰到七年前不辞而别的初恋 男人终于看见金珠 他也愣住片刻 啊,你仍然漂亮 我们的女人 昔日的情侣假装不认识 干大的打招呼 老板的外甥女竟与前男友走在一起 富家女接着向表哥介绍自己的未婚夫 金珠慌忙离开 随后男人到外面透气 结果金珠也在这里 想了想她走过去说了一句对不起 金珠假装不在意 谎称自己过得很好 男方以为她已经嫁为人妻 对 没人知道金珠这七年是怎么过的 失魂落魄的样子全被富家女看见 于是上前关心 哪里不舒服吗 脸色看起来有些苍白 好好注意身体 金珠微笑点头 心里却不是滋味 当晚 太子与小情侣聚在一起喝酒 她开始大到苦水 女人真是世界上最难懂的生物 明明感觉喜欢却聚人于千里之外 此时 弟弟的女友非来首尔看孩子 花朵站在门口 看见一家三口幸福的模样很是羡慕 金珠一回来她就跑过去撒娇 好羡慕宝宝有爸爸 她还有年轻漂亮的妈妈 为了缓解女儿失落的情绪 金珠决定带她出去约会 小姑娘露出开心的笑容 不管受了多少苦 从来不后悔生下花朵 回到家 将大头贴粘在手机上 老太太超级敏感 命令她不要做过分的事 金珠解释花朵有多羡慕外甥 母亲嘴上不依不饶 心里却不是滋味 回到卧室 她拿起了外孙女的画本 想想可怜的孩子 眼泪止不住流下来 晚上又被婴儿的哭喊声吵醒 出门一看差点没气死 不争气的儿子正在哄她的儿子 为了爱的结晶放弃学业 回到房间 看着呼呼大睡的孩子妈 气不打一出来 于是将她拍醒 拜托她去管管宝宝 别让爸爸一个人受苦 国外长大的女孩超级自我 当初是她求着我生下孩子的 说会一个人照顾 争执时男人走了进来 各种维护恋人 她睡眠很轻 绝对不能被吵醒 母亲和姐姐惊得瞪大双眼 还没结婚就这副德行 一拳一拳打过去 对 我睡得像个死猪啥也听不到 老妈妈走后 金珠也忍不住补伤一掌 弟弟一边喊疼 一边让女友快点睡觉 金珠回头看向准弟妹 孩子妈从没有想过结婚 这次来首尔就是为了看看儿子 马上就要回美国继续完成学业 母亲强忍怒火 不知道是造了什么孽 生了一个这么不争气的儿子 家里天天鸡飞狗跳 小姑娘有点害怕 金珠亲身安慰女儿 除了母亲家人都以为花朵是领养的孩子 上班时 分开七年的初恋突然找过来 随后两人来到一家咖啡馆 男人解释了当年不辞而别的原因 家里破产没脸面对她 金珠无法释怀 不记得那时发了多少传单 流了多少眼泪 很多苦憋在心里说不出口 更不想让对方知道她生下两人的女儿 男方表达了深深的回忆 那年她25岁生活原本无忧无虑 女人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但男方过来并不是为了附和 而是希望以后见面不要尴尬 他误会金珠已经嫁人 女人没有解释 反正对方就快结婚了 未婚妻自己也认识 看着与女儿的大头贴 金珠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 但却暗自决定永远保守这个秘密 晚上 老板儿子打来电话 你这个女人真是厉害 把我当成小狗 呼之责来挥之责去 你根本没什么了不起 回到家 弟弟叮嘱姐姐不可以喜欢那个家伙 感觉他就是一个花花公子 金珠清楚对方不是 苦苦追了他十年 是自己配不上人家 也不敢奢望爱情 金珠不放心 让朋友查一下太子的位置 随后和弟弟一起去接人 金珠却意外发现老板的秘密 万万没想到 一直崇拜的女强人 竟爱上有父之夫 财阀老太太开门见山 不管夫妻感情多么不好 她都不会允许儿子离婚 无处倾诉的女强人 与金珠袒露心扉 丈夫去世后 她以为不会再爱上别人 所以真的不想失去 金珠暖心的话给了她些许安慰 男人则回到家 同强势的母亲宣战 并甩出离婚协议 要结束这段无爱的婚姻 年轻时的她太过懦弱 任由父母掌控 现在她要为自己而活 鲁莽的行动彻底惹恼了老夫人 大庭广众之下羞辱女强人 甩出她与儿子的河道 甚至想拿钱了断两人的关系 看到母亲女强人忍无可忍 想要求人就摆出求人的态度 当事者随后赶到 她生拉硬拽要将老太太带走 但太子还是听见了直言片语 骂她妈妈是破坏别人家庭的坏女人 外婆想要带她走 她却捡起地上的照片 这是什么 太子大受刺激 无法接受妈妈和有家事的人交往 甚至厌恶妈妈靠近自己 女强人解释不清 她与男方是互相救赎 儿子只觉得她疯了道德代理 妈妈忍无可忍 反手甩出一戒耳光 这是太子有生以来第一次挨打 从此每天喝到烂醉 不想看到母亲的脸 表妹追上来骂她 身为子女就不能试着理解一下吗 爱上那样的男人姨妈也很痛苦 外婆则忙着给外孙冲锋蜜水 她也不看好这种感情 但女强人并不打算放弃 虽然前方困难重重 但两人决定克服一切阻碍 转天正式找过来 她不爱丈夫 但为了家族生育绝对不会离婚 同意让她做切 高傲的女强人没有生气 反而跪下来恳求她放了丈夫 卑微的一幕又被儿子撞到 原本还想缓和一下和妈妈的关系 她怒摔买来的补品 对母亲失望透顶气急败坏地离开 又撞到后方的车辆 司机找她理论 无处撒气的她抬手就给了人家一拳 两人扭打在一起 双双被带进警局 看着头破血流的儿子 女强人心里不是滋味 回到家太子开始发烧 她坐在床边回想儿子的话 妈妈选男友的标准一定很高 经过一整晚的挣扎 为了儿子她决定放手 抛弃家庭的父亲汉突然回来 妈妈以为自己眼睛花了 她问女儿是不是在做梦 金珠也无法相信 15年前离家出走的爸爸竟然回来了 面对厨师的询问 还大言不惭地自我介绍 说是这家的男主人 还指责厨师像的猴子一样 干嘛掺和别人家的事 女人忍无可忍冲了出来 老头转脸哭着叫女儿 金珠恨父亲 最需要爸爸的年纪他不在 现在回来有什么用 父亲汉死皮赖脸地留下来 并和妻子承诺已经痛改前非 决定重新做人 听他叫老婆都觉得恶心 转身回到房间叫门反锁 老头站在外面哀求 实在不行给他个被子也可以 上了年纪一吹冷风就疼得厉害 金珠妈越听越气 天知道这些年她是怎么过的 委屈得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流 晚上 金珠过来安慰妈妈 没说几句又忍不住哭了 她这一生实在是太苦了 一边开饭店一边拉扯姐弟俩 这算什么 父亲汉和厨师挤在一间房屋 呼噜震天响 吵得她根本睡不着 早上起来 小姑娘直勾勾地盯着外公 以为她是自己的爸爸 老头一头雾水 自己没在家怎么会多出一个女儿 父亲汉物以为被戴了绿帽 除了金珠妈 没人知道女儿未婚生女 对外谎称花朵是领养的孩子 为了挽回妻子 老头将她拉到KTV 唱了那首定情之歌 旋律一起 三十多年前的记忆涌上心头 她哭得气不成声 老头趁机搂住安慰 因为是未婚妈妈 金珠一直不敢接受傅家公子的感情 看着生病的男人 情不自禁握住了她的手 没想到对方突然醒了 金珠提醒自己不可以动情 猛地起身吓了同事一大跳 跑到天台一个人自言自语 铭记自己是她的家庭教师 一日为师终身为师 老头则天天胡思乱想 猜测花朵的绅士 越看出是越可疑 因为总是待在一起 难免有很多相似的行为 傅家公子乖乖听未来的岳父说话 金珠恨父亲十五年前抛弃家庭 小时候一直盼着他们回来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尽管如此 太子依然对伯父毕恭毕敬 他希望金珠能放下怨恨 至少你的父亲还活着 还知道悔改 不要等到真正失去再后悔 金珠哭了 真的等爸爸等了很久 一放学就看门口的血 看着小腿浮肿的妈妈每天都在哭 你让我怎么原谅 太子逗她 每天在我们面前装大人 原来也是个小朋友啊 金珠没有推开这个追了他十年的男人 当天准儿媳要扔下孩子回美国完成学业 傻儿子已经帮女友买了机票 明天就要起身 老爸听愣了 这是什么操作 你妈妈辛辛苦苦供你流血 怎么能为了宝宝留在这里 要走两个人一起走 妈妈气得将儿子叫回房间 一旦放他走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尽管知道未婚生子对不起妈妈 但金浩坚持要兑现沉默 争吵时父心汉走了进来 他愿意帮着照顾孙子 让儿子一起回美国完成学业 金浩不肯 没人能懂他的心 老头沉默了 当初自己的不负责任 给姐弟俩带来了不可磨灭的伤害 所以金浩坚持让女友生下孩子 发誓要做一个好爸爸 老头死皮赖脸留在这个家里 这天厨师买了一双拖鞋送给老板娘 两人说说笑笑 傅心汉打翻了醋坛子 随后将妻子拉到外面 质问他们是什么关系 那么开心干脆生活在一起 买一根烟能走15年 再买一根估计就埋土里了 李亏的老头被说得哑口无言 就算挨打也只能乖乖忍受 傅家公子则包下整个电影院 郑重其事地向金珠告白 过去的十年因为有他感觉每天都甜甜的 虽然总是挨骂挨打 还是觉得很幸福 享用于伸手在他的身边 最后金珠眼睛有些湿润 太子则凑过来亲吻了他 甜蜜的约会总是短暂 男人不舍得分开 要不要再亲一下 回到家 老头正在做女儿最爱吃的糕点 金珠还是不知道如何面对父亲 听他一个人在那里喋喋不休 上次那个家伙感觉挺好的 男人会看男人 相信爸爸的眼光 金珠妈忍不住补刀 世上有两种是不可能重来 傅家公子正式介绍女友 妹夫却看愣了神 万万没想到 初恋不但没有结婚 还和未婚妻的表哥走到一起 昔日的情侣干大的打招呼 彩丽也非常意外 表哥竟然和高中时的家教好上了 简直是爆炸性的新闻 没有喝酒的男人负责送他们回家 表兄妹先到达了目的地 金珠让对方将车停在路边 前男友生气地质问 你真的爱他吗 金珠觉得没有必要争论这些 他和你不一样 就算破产十次也不会抛弃我 说完下车离开 男人的心却无法平静 这些年他一直在后悔 当初太过懦弱遇到问题只会逃避 另一边 太子向家人宣布了交往对象 女强人明显有些震惊 从老板的角度来说 他非常喜欢金珠 但没有达到儿媳的标准 恋爱脑却恨不得天天与金珠黏在一起 一大早跑到公司送早餐 并告诉他已经和家人说了两人的关系 放心 妈妈和外婆都很喜欢 儿子离开的一幕正好被女强人看到 想了想他将金珠叫到办公室 说了一些意味深长的话 不知道太子一直在反应 昨天听到后非常惊讶 这种事你该早点告诉我 男孩子容易喜欢家教老师 把依赖当成爱 其实女强人是不满意金珠的家庭 父亲作风不正抛弃妻子 弟弟又放弃学业未婚生子 金珠妈想留住准儿媳 你走了孙子怎么办 国外长大的女孩超级自我 怎么劝都不愿意妥协 父亲和天天讨好老伴 好好劝两个孩子一起去美国 我留学 她来照看孙子 花朵也不舍得舅妈离开 也怕宝宝心里难过 她还那么小不能失去妈妈 金珠安慰女儿早点睡觉 自己会想办法留住她 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去看舅妈 房间里空空如也 小姑娘崩溃大哭 老太太被吵醒 赶紧走出来问花朵怎么 傻儿子肯定去送行了 老太太急疯了 穿着睡衣往外跑 老伴追上来劝她放弃 没想到真的被她追到了 小情侣正在等公交 父亲大声训斥儿子 就算要走也该打声招呼吧 老太太则软下态度 表示同意她回美国完成学业 不过要等到孩子过完百月宴 未婚妈妈把女儿当成妹妹 男友却来到她家 单方面宣布想要结婚 花朵一听就不高兴了 不是讨厌哥哥 只是舍不得姐姐 外婆赶忙打圆场 解释女孩大了都要嫁人 小姑娘不理 总而言之就是不喜欢 老太太心里不好受 她也不忍让这母女俩分开 但为了女儿的幸福 只能这么做 太子见状赶忙安慰 金珠妈声音哽咽 你要好好待她 如果敢把她惹哭 老太太听完破涕微笑 哄完岳母又来到卧室哄小朋友 花朵背着身子不想搭理她 感觉姐姐要被抢走了 太子假装难过 怎么回事胸口在流血 小家伙赶忙转过来 关心的询问在哪里 太子保证 只要她想姐姐 就会和金珠一起回来 哥哥变成姐夫关系就更亲了 这样还是不希望我和姐姐结婚吗 她恨不得立刻将心爱的女人娶回家 殊不知女强人妈妈一百个不愿意 侄女就要结婚 她打电话让金珠过来送一下礼盒 赶来时 正好与初恋在电梯里遇到 男人得知她是给自己送结婚用品 很是过意不娶 非要帮她拿礼盒 傅家女感谢金珠姐的帮忙 想中午一起吃顿饭 不如把太子哥也叫过来 女强人变了脸色 找理由让她快点回公司 男人一下午心神不宁 明显感觉到姨妈并不喜欢金珠 晚上 太子迫不及待提出结婚的想法 妈妈却假装没胃口离开餐厅 她希望儿媳有一个正常的家庭 可金珠爸背叛妻子那么多年 在那样的环境长大 城府会比较深 怕儿子受伤 当晚 她就找到金珠表达自己的想法 希望一直保持现在的关系 我喜欢你 但不惜你做儿媳 希望亲家是一个平凡的家庭 金珠听明白了 她没有马上答复 原本对这段感情就没有自信 早上花朵将金珠叫醒 哭着问她是不是要嫁人 以后不和自己住了 金珠向花朵保证不会和她分开 从心里觉得亏欠女儿 外婆一进来花朵就告诉她 姐姐说了她不会结婚的 老太太赶紧将外孙女支开 随后教育金珠不要犯傻 痛苦只是一时的 花朵还想什么都不懂 金珠坦言太子妈并不喜欢自己 想找一个正常的亲家 母亲的心在低血 因为丈夫出过轨 女儿竟被未来的婆婆嫌弃 当天金珠就与太子提出分手 没有信心继续这段感情 说最难听的话只为逼走对方 从来没把她当成男人看过 只是朋友的喜欢 太子生气地将戒指丢掉 困惑时金珠妈打来电话 希望太子和她妈妈好好说说 虽然金珠爸离家出走15年 但自己从来没有疏于对她的管教 我会努力教育她做一个好儿媳 这些话全被金珠爸听到 老头这才知道 自己影响了女儿的幸福 金珠呢 哎呦 从哪里 这么怕干嘛 金珠妈心疼女儿命苦 从小缺少父爱 现在还被爸爸拖累 老头站在原地一言不发 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挂完电话 太子第一时间找到母亲 从没想过她会反对这门婚事 你不是一直很喜欢金珠吗 夸她懂是勤奋 女强人坚持己见 甚至扬言要辞退金珠 也很生气 以为是金珠打的小报告 儿子一走就将对方叫到办公室 不顾往日的勤奋直接撕破脸 甚至觉得金珠在背后捅自己一刀 太子追了你那么多年 你为什么不向我透露一点 金珠有苦难言 除了母亲没人知道她是未婚妈妈 根本不敢奢望婚姻 以前也从没想过接受太子 此时老头正在外面发呆 想到女儿她悔不当初 就像刀扎在胸口 难过是花朵跑过来 要和她一起玩 老头第一次意识到 这个孩子和金珠小时候好像 她牵着花朵的手自言自语 爸爸对不起你 说话是皮球掉在地上 小姑娘慌忙追赶 老头缓过神提醒她小心一点 结果还是遭遇了车祸 男人急得老累纵横 不知道怎么面对妻子 她一直以为花朵是领养的孩子 母女俩随后赶到 金珠冲进去 看见女儿正在接受检查 她吓得不知所措 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伤心的样子引起了父亲的怀疑 太子随后赶来医院 金珠进去看女儿 索性从检查的结果来看 没有什么太大异常 不过要观察一周 如果出现脑出血 可能需要手术 夫妇俩坐在外面等 老头让妻子说实话 花朵是金珠的女儿吧 他们长得太像了 殊不知太子就站在身后 老太太无奈地承认 但为了女儿的幸福 她要将这个秘密带进坟墓 男友意外得知这个秘密 那感觉犹如晴天霹雳 再见金珠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 这是她苦追十年的女人 竟藏着这么深的秘密 女儿突然遭遇车祸 金珠心急如焚 父亲坚持留下来陪她 太子护送伯母回家 一直在长辈面前姻缘 老太太担心外孙女 如今只有准女婿 能给自己一丝安慰 你爱金珠的心不会变吧 太子说不出口 伯母非常感激她 十年如一日地爱着金珠 男人心里翻江倒海 回到家 终于绷不住流下眼泪 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接受 也怪女友对自己隐瞒过去 外婆端来风力水 大男人直接搂过去寻求安慰 太子不肯说 头脑告诉她往左边走 心却不听话总是走向右边 气得发疯又心疼 这么长的时间 她承受多少痛苦 外婆不知道她发生了什么 爱情就是这样 让人幸福也让人悲伤 今晚父女俩将在医院的休息室过夜 爸爸让她多少睡一会儿 金珠不肯 她认为自己遭到了报应 当初不该听妈妈的话 怎么能把女儿当成妹妹 父亲只想知道 是谁把她害成这样的 外孙女的生父在哪里 金珠不愿意回答 起身来到医院门口流泪祈祷 没想到初恋就在这家医院上班 她上前询问 金珠慌忙转身擦去眼泪 男人关心地询问 有家人生病吗 金珠愣住片刻 随后找借口慌忙告辞 第二天回家洗漱 妈妈让她待在家里 自己去医院换班 金珠不肯 老太太生气地说 你记住花朵是我的女孩 母亲却固执几件 命令女儿睡几个小时 回公司上班 坚持替金珠承担一切 太子看见她失魂落魄的样子 会怎么想 那关乎她一生的幸福 金珠崩溃了 怎么还有心情说这个 如果女儿有个好歹 她也活不下去了 只要花朵能够醒来 什么都愿意 这就是当妈妈的心情 老太太继续劝说 让金珠听自己 一晚上没睡的老头 再给女儿熬钟 并深深自责 恨自己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只能尽力弥补 已经一天一夜花朵 还没有醒来 金珠心如火烧 女儿可爱的样子 一直在脑海里徘徊 那么乖巧那么懂事 孩子动了一下手指 未婚妈妈激动不已 女儿终于有了意识 刚走出监护室就看见男友坐在那里 她面色凝重 想要和金珠谈谈 追了十年的女神 竟然生过孩子 经历这次车祸 金珠不再隐瞒 我不是花朵的姐姐 她是我的女儿 男人抓住对方的胳膊 到底是哪个家伙 把你害成这样 按照时间推算 应该就是她在服兵役期间 发生的事 以为终于让你敞开心扉 结果你却把我当成白痴 金珠哭着解释 所以一直想将太子推开 觉得配不上她 说出来有什么用 你只会和我一样痛苦 看着痛哭流涕的女友 太子没有安慰 生气对方低估自己对她的爱 金珠站在原地 一遍一遍地说对不起 随后回到病房守着女儿 晚上 太子悄悄来到病房 先给金珠披上毯子 又轻轻为孩子盖被子 花朵被吵醒 朝她笑了笑 小姨子变成女儿 心情一下就变了 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然后匆匆地转身离开 早上 花朵将太子来的事告诉了大人 金珠不相信以为她在做梦 外婆则捏着孩子的小脸 庆幸她终于好吗 李强人不知道金珠是未婚妈妈 依然不同意这门婚事 一大早就催着儿子去相亲 为了杜绝隐患 提着礼物来到医院 再次警告金珠离太子远一点 她希望儿子找一个正常的家庭 这句话刺痛了金珠 自己是没有好爸爸 但妈妈给了她和弟弟全部的爱 不希望任何人诋毁自己的家庭 说话时 老太太推着花朵走进来 孩子童言无忌 送外卖的时候 太子哥哥经常给自己买冰淇淋 女强人愤愤地离开 一边走一边骂儿子没出息 老太太怪外孙女多嘴 害怕亲家母不高兴 随后联系太子 手机却处于关机状态 谁能想到 花朵会在医院遇见自己的亲生父亲 父女俩不知彼此的身份 却机缘巧合玩到一起 也许是血缘的关系 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 花朵一直把外婆外公当成父母 大方向他介绍自己的爸爸 男人感到意外 花朵又提起姐姐 男人支支吾吾 谎称是通过太子认识的 回到病房 父亲说遇见了太子的朋友 还在这里当医生 担心时听见敲门的声音 立刻拦住母亲非要自己出去接水 随后将初恋叫到一边 质问他要干什么 男方以为花朵是金珠的妹妹 想要送给孩子一个玩偶 女人反应激动 拜托他不要打扰自己的生活 出院那天孩子却不见了 父亲猜测一定是去找那个医生了 金珠慌慌忙忙跑出去 花朵找到生父索要电话号码 父女俩相处和谐 金珠看到后变了脸色 立刻将女儿拉到一边训斥 不允许和陌生人说话 男人觉得他过于敏感 小孩子有什么错 金珠不愿争论 只希望井水不犯河水 对方坦白当初离开是迫不得已 这些年一直在想他 现在依然后悔 回到家 金珠将花朵叫到身边紧紧抱住 小姑娘有些喘不过气 不知道姐姐为什么说对不起 金珠让她认真听自己讲话 片刻后 小姑娘跑到外婆的房间 到底谁是我的妈妈 是姐姐还是你 金珠推开门表示 已经对花朵坦白了一切 弟弟非常震惊 她也一直被蒙在鼓里 以为花朵是捡来的孩子 妈 没有妈给我妈 老太太将外孙女抱在腿上安慰 这是她掩藏了六年的秘密 随即冲到金珠房间 不管她怎么说 花朵就是自己的女儿 金珠心意已定 发誓再也不逃避 求妈妈不要再逼自己 老太太死都不肯 带着脱油瓶怎么嫁人 一辈子都完了 金珠求她放弃 不想妈妈再牵扯进来跟着受罪 老太太却固执己见 花朵很害怕 金珠眼泪汹涌 她抱住孩子再次说对不起 后悔这么晚才说出来 小姑娘头脑混乱 觉得姐姐好奇怪 中午 老头做了外孙女爱吃的意大利面 花朵却闷闷不乐 问她是不是自己的爸爸 金珠让女儿今后改口 金珠累了 如果母亲继续这样 她就带着花朵搬出去 母亲气得打人 她挽着妈妈的手 就让自己这一次 回到房间 老太太欲哭无泪 觉得女儿不懂她的心 准儿媳认为婆婆很伟大 但是应该让她们母女相认 凌凡是为金珠考虑 她也是妈妈 同样会为了孩子不顾一切 姐姐变成妈妈女儿难以接受 完怨她之前为什么撒谎 金珠左右为难 母亲不许她与外孙女相认 害怕准女婿毁婚 谁料男方早就知道了 老太太心如火烧 穿着不一样的拖鞋来找太子 并将所有错拦在自己身上 金珠不是有意骗你 是我不许她说的 明知这样有些厚颜无耻 还是想要得到原谅 太子红了眼眶 天知道这些日子她有多煎熬 没想到两人的对话 全被母亲听到了 原本就不喜欢金珠的家庭 再加上未婚妈妈的身份 更是无法接受 老太太继续流泪 哀求她会代替女儿养育花朵 只要对方不丢下金珠 两人幸福地过日子 女强人气得头疼 转身离开了健身馆 金珠妈也没有听到想听的答案 一路哭着回家 金珠没脸和太子继续 怪妈妈抓着人家不放 老太太委屈极了 被说不要脸无所谓 天天去求太子也没关系 只是希望女儿得到幸福 金珠哭了 她怎么会不懂母亲的心 晚上 儿子和准儿媳 做了她爱吃的泡菜饼 心情刚刚有所缓解 傻小子就像仆人一样 不是女儿 老太太拿这个媳妇 没有盯点办法 转天女强人将金珠叫到办公室 太不像话了 生过孩子还想和我儿子在一起 你妈妈到底是怎么想的 真是不知廉耻 还想骗一辈子 金珠无力辩解 只能不停地道歉 但请您不要指责我的妈妈 话音未落太子闯了进来 你让我去吧 来吧 信仰哪 屁女方说话 她什么都没做 是自己一直追着不放 有什么冲我来 金珠躲到卫生间偷偷掉眼泪 她内心煎熬 强逼自己放弃男友 太子希望妈妈给自己一点时间 她还没想好怎么做 随后跑出来寻找金珠 太子内心挣扎 很想见一见花朵 小姑娘还在难过 不理解大人的做法 经过慎重的思考 施情汉决定爱屋即屋 连花朵一起接纳 金珠毅然拒绝 她已经决定今后带女儿平静的生活 不再奢望婚姻 但太子已经想通了 她不能没有金珠 一回家就表达了要取欣赏人的决心 女强人气急败坏 害怕妈妈长麻烦 太子强调这是她单方面的决定 金珠拒绝了 但自己不会放弃 不怕再追十年 周末大家一起去游乐场 没想到弟弟通风报信 太子也来了 金珠怎么敢都不走 将花朵举到头上 就这样死皮赖脸一直跟到饭店 老太太激动不了 谁能想到初恋会生下她的女儿 不知情的未婚妻却将人家喊过来 帮忙挑选礼服 金珠低着头也是尴尬 幸亏电话响起 金珠借口有失要回公司 前男友进追出来 女人只想和她划清界限 有一件事让男方百思不得其解 听说金珠爸离家出走才回来 怎么会冒出一个小女儿 选完礼服便与未婚妻大吵了一家 怪她任性 干嘛让上班的员工陪你选衣服 总而言之不能这么随便使唤金珠 富家女感觉不可理喻 也不愿意为这么点小事继续争吵 小姑娘则把亲生父亲当作男神 没事就偷偷用外婆的手机给她发短信 花朵还是无法接受姐姐变成妈妈的事实 外婆让她过去 才勉强站在门口说了一句晚安 第二天男人来到资料室 调出了花朵的病理 随后便打给金珠 说有重要的是想要当面谈一谈 刚坐下来就询问对方 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她 男人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特别乱 脑子里总有一些奇怪的想法 花朵真是你的妹妹吗 金珠强装镇定 拒绝探讨家庭问题 女人连连否认 拜托她不要胡讲蛮缠 绝对没有她想的那种事 金珠心里焦脆 太子又天天缠着她和好 愿意爱屋及屋当花朵的爸爸 女儿拒绝的话全被妈妈听到 太子厚着脸皮想要拥抱告别 并下定决心非金珠不娶 老太太跑得气喘吁吁 终于追上南方 想要鼓励她不要退缩 如果金珠不敢 老太太超级满意这个女婿 痴情专一多金又贴心 错过她女儿一定后悔终生 与此同时 富家女埋怨未婚夫对自己不上心 一整天连个电话都不打 埋怨几句南方比她火气还大 甚至懒得找借口嫌烦嫌累 富家女留下委屈的眼泪 中午正好遇见金珠 好羡慕表哥那么爱她 不像自己一直追着男友跑 知道对方心里住着一个爱而不得的初恋 刚认识的时候一喝酒她就哭 说对不起那个女人 金珠心里五味杂陈 晚上太子与母亲大吵了一架 过去发生什么她不在乎 只想参与金珠的未来 女强人被气得嚎啕大哭 富家女无比震惊 终于知道姨妈为什么这么反对 复杂的关系让金珠身心俱疲 她主动提出离职 决定放弃太子一辈子不嫁 太子却像狗皮膏药一样天天粘过来 金珠想逼她死心 今后不要再来了 老太太气得不行 再敢多说一句话 就把她的嘴巴放上 小姑娘也无法理解妈妈 为什么之前一直让我喊姐姐 舅妈蹲下来安慰 自己也有两个妈妈 一个是生她的人 一个是养她的人 可是你比我幸运一点 知道谁是你的生母 而且还很爱你 花朵似懂非懂 受伤的心得到一丝安慰 晚上 舅妈劝花朵去叫一声妈妈 给她打打气 小姑娘便拿着玩偶来到了金珠身边 第一次听女儿叫妈妈 金珠非常欣慰 她紧紧抱住孩子 一遍一遍说着谢谢 不管经历过多少风雨 从不后悔生下花朵 转天 金珠来到相关部门提出亲子任养手续 决定变更女儿的户口 一回来她就抱住花朵 强调自己是她的妈妈 外婆是外婆 女孩撅着小嘴说知道了 金珠却满眼泪水 从今以后他们母女要坦坦荡荡的生活 老太太看到这一对儿女就生气 一个放弃学业早早当爹 一个未婚生女不嫁人 骂一会就将炮火对准了复兴汉 买一根烟买了15年 李亏的老头不敢吭声 生怕被扫地出门 善良的儿媳全都看在眼里 她知道婆婆最近有多心烦 随后将一家人聚到一起 听了养母的建议 她决定先办理休学留在韩国一年 跟男友一起照顾宝宝 老太太一改愁容 感慨自己有儿媳扶女续服 店里的厨师跟着高兴 未婚妈妈被骗去相亲 大叔主动自我介绍 早带着两个儿子和他刚好相陪 红娘不是别人 正是男友的母亲 金珠已经和太子分手 一失忆有十多年 不明白他为何这样羞辱自己 金珠觉得对方残忍 当初您爱上有父之父 还说想和人家私奔 现在我也是这种心情 忍着痛和他分开 请您不要再逼我 回去路上金珠联系了太子 拜托他不要再纠缠自己 男人不之所以 第一次见对方这么激动 耐心安抚他慢慢开车 不要分心 金珠挂断电话 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太子一遍一遍地打来电话 金珠的心好痛 明明舍不得却强迫自己放下 男人追到他新开的工作室 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金珠低着头让他快走 太子猜测这件事一定和母亲有关 于是立刻回家与妈妈宣战 非金珠不娶 不管他和外婆是否同意 晚上 单纯的弟妹鼓励金珠勇敢 人生短短几十载 何必在意别人的眼光 恩妃离开后 金珠在玻璃上画了一个小太子 想念的人真的来了 这一次他没有赶他走 太子提出结婚 金珠眼里闪着泪花 太子紧紧抓住金珠的手 生怕他在反悔 两人决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他们来到海边吹风 金珠想要看日出 还想一起做饭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太子都要感动晕了 说说话又趁机亲在对方的脸上 两人像小孩子那样打打闹闹 天亮又去商店试穿最洋气的衣服 两人玩得不亦乐乎 女强人一夜没睡 回忆昨天金珠的话 真怕他将自己的儿子拐走 老太太也很沮丧 女儿连手机都没带 是不是躲在哪里偷哭呢 早饭还没吃 女强人不请自来 得知金珠也没在家 脱口挖苦人家女儿随便 老太太没有忍住 指责他多管闲事 凭什么给自己女儿安排相亲 女强人气急败坏 指责上梁不挣下梁湾 厨师站在一旁补刀 强调是他儿子天天追着金珠跑 太子妈气地转身离开 老头劝妻子冷静 听说女强人守了二十年寡 不禁感慨对方可怜 老太太一听就生气 强调自己也守了十五年活寡 回到卧室她就后悔了 不该得罪太子骂 小情侣做了满满一桌的饭菜 尽管女方坚称她不是孩子的父亲 向东依然放不下这对母女 甚至萌生了毁婚的想法 富家女眼含泪水 殊不知 表哥的女友正是对方念念不忘的人 得知太子带着金珠私奔 向东大受刺激 一回医院就试图联系前女友 谁料却是金珠妈接的电话 相爱的情侣度过了愉快的两天 原来这是金珠安排的告别旅行 复杂的关系注定两人没结果 一回首尔就表达了分手的决心 从天堂跌入地狱 太子快被折磨疯了 感觉像个木偶一样 被她玩弄于鼓掌之中 女人哭红了双眼 太多秘密压的她喘不过气 儿子终于回来 母亲站在门口心事问罪 太子却无视她的存在 女强人气急败坏 直奔金珠的店铺 相识15年彻底撕破脸 金珠既委屈又愤怒 她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的处境 旅行只是为了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 所以不要把我惹急了 对方走后金珠蹲在地上痛哭流涕 这一幕正好被母亲看到 她慌忙起身擦掉眼泪 近来时老太太看见了太子妈的车 所以女儿才会哭 她巴不得太子带着金珠私奔 生米煮成熟饭 金珠让妈妈死了这条心 终于说出不能在一起的原因 太子的表妹夫就是花朵的爸爸 母亲双腿贪软 她恨得咬牙切齿 那家伙知道自己有孩子吗 母亲紧紧抱住她 心疼女儿命苦 小时缺少父爱 长大育人不输 太子爱她如命却不能在一起 现在也许只有女儿能给金珠一丝安慰 怎么看都看不够 花朵也想去旅游 让让下次一起去 晚上 富家女带着未婚夫和姨妈一起吃饭 听说太子被甩了 向东又开始蠢蠢欲动 当天便不择手段 将金珠骗到曾经一起去的小饭店 还在墙上找到了他们当初拍的合照 金珠让他讲重点 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 男人想确定他和太子是否真的分开了 金珠无语 强调心里只有太子 没有他一点位置 不要胡思乱想 回到未婚妻的身边 男人眼睛湿润心里翻江倒海 分开时正好被老太太看见 他问女儿是不是那个男人 正好满腔的怒火无处发起 父女俩因血缘互相吸引 拉着手一起去吃冰淇淋 他对花朵莫名的喜欢 越看越可爱 金珠听说后不由紧张起来 随即联系前男友 坚称孩子生父另有他人 向东信以为真 但还是觉得是自己的不辞而别 害他育人不输变成了未婚妈妈 当晚就与未婚妻提出了分手 那我不要 我不要 傅家女无法接受 等了好久才让她敞开心扉 总而言之婚礼要如约举行 甚至不敢追问理由 心里清楚她有一个放不下的女人 卑微到了极点 愿意给她时间整理感情 傅家女疯狂买东西发泄 外婆命令她立刻退掉 表兄妹同病相怜 都被深爱的人单方面地分手 金珠妈越想越憋屈 女儿不该为了渣男放弃太子 随后便将向东约出来 如果你还有一点良心 就带着未婚妻回到美国 永远别回来 男人求伯母给自己一次机会 想要弥补当初犯的错 老太太一惊 没想到女儿会说这样的谎言 回到家一直哀声叹气 从现实考虑孩子爸是最优的选择 但又舍不得太子那么好的女婿 深夜傅家女喝得鸣饼大醉 坚持不肯分手 向东求她放过自己 但却不肯说明原因 随后将对方送到姨妈家 彩莉借着酒精坦白自己被甩了 面对长辈的质问 向东表达了歉意 但她已下定决心不会改变 太子追出去询问理由 婚姻不是儿媳 表妹真的很爱 太子恨不得打她一拳 为了表妹只能忍下来 向东则直奔初恋的店铺 告诉她自己退婚了 金珠感觉荒唐 自己从来没想介入他们的感情 更何况她的心已经被太子占据 经过多日的思考 老太太也觉得金珠和太子不再可能 她含泪归还了戒指 是女儿没有福气 错过她这么好的男人 太子郁闷得就快爆炸 想不通伯母为何突然改变态度 随后气势汹汹地找到金珠 逼问她分手的理由 到底有什么隐情 金珠心里交瘁忠于坦白所有 向东是花朵的生负 男人大受刺激 怀疑他们想重新和好 所以纷纷提出分手 金珠无理辩解 只想为女儿活 向东没有否认 大小姐气红了双眼 案子发誓一定要找出那个初恋 知情的表哥却极力阻止她那么做 不想心爱的女人受到伤害 也不想表妹执迷不悟 随后便将向东约到咖啡馆 作为未婚妈妈 金珠已经被人指指点点 如果再按上小三的标签 你让她今后怎么抬头生活 向东却充耳不闻 坚持要回到初恋的身边 还要当花朵的爸爸 她冲到店铺 强拉金珠来到曾经约会的地方 想说服对方重新开始 还深深地爱着她 金珠依然拒绝 信使你 马总 向东却固执己见 认为太子不过是自己的替代品 那么久才在一起只是感动而已 我们之间才是爱情 太子也是这样认为的 独自站在雨中思考 过去的十年像个傻瓜一样追着人家跑 或许他从未爱过自己 从黑夜一直做到天亮 接着找到金珠 从前我以为只要我不放弃 慢慢靠近你就可以了 现在看来是我错了 一厢情愿不是爱情 金珠没有挽留 只是希望她不要再因自己受到伤害 太子忍痛放手 那就到此为止吧 女人低着头不敢看她 太子走了 金珠一直在强撑 实际上她早就被男方的执着打动 只是碍于未婚妈妈的身份 不敢奢望这份感情 回到家 到处都有她的回忆 亲手打造的定情项链 表白的小熊 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听到女儿的声音慌忙擦去泪水 小棉袄是金珠唯一的未解 贴心又懂事 问妈妈为什么总是唉声叹气 当她的女儿真是操碎了心 金珠被逗笑 另一边 傅家女又找到向东 有谁会为了初恋放弃婚约 这未免太荒唐了 连基本的责任心都没有 向东态度坚决也不想解释太多 总而言之她要向初恋赎罪 也希望彩莉不要为了自己浪费时间 可怜的表哥同病相怜 感冒发烧躺了一天一夜 还让妈妈放心 已经和金珠分手了 儿子这副模样女强人心里不好受 有些犹豫是不是应该退一步 这天是花朵复查的日子 小姑娘提前联系了向东 想要见一面再走 金珠不同意怪女儿擅作主张 争执时向东出现了 血缘奇妙 父女俩莫名地喜欢彼此 不听妈妈的话 直接跟着去吃冰淇淋 金珠心情复杂 一直催女儿快点吃 花朵不情不愿 女人非常意外 未婚夫竟与准嫂子私下见面 她马上走过去质问 直到看见金珠的女儿 这才放下猜忌 花朵好奇 她与医生叔叔是什么关系 你先生喜欢的吗 对 我是三龙女 彩丽挽住男友的胳膊 故意逗小姑娘 花朵童言无忌 称叔叔还去过妈妈的店铺 金珠慌忙便捷 极力撇清两人的关系 分开后 向东还是一样的态度坚持毁婚 拜托她不要再来找自己 彩丽不死心 偷偷调查对方的初恋女友 回到家花朵依然惋惜 不希望医生叔叔结婚 太子叔叔也不来了 还说要给我当爸爸 金珠不许女儿再提那两个男人 我们没有爸爸 面对训斥小姑娘有些不服气 金珠身心俱疲 放弃深爱的人哪有那么容易 此时 傅家女终于查到了向东的初恋 那感觉犹如晴天霹雳 是表哥追了十年的女神 四个人还在一起喝过酒 他气势汹汹地杀过去 二话不说 像个笨蛋一样被他们两人愚弄 除了对不起金珠不知该从何解释 彩莉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接着冲到向东的家 一边打一边骂 不知羞耻双重人格 真的好残忍 是谁把自己变成疯子 傅家女气到失去理智 又跑到表哥面前心事问罪 是否早就知道一切 所以才会阻止自己调查真相 你的精神还正常吗 那样的女人有什么值得留恋 甚至扬言要对金珠展开报复 表兄妹争执不下 太子妈推门进来 她听见金珠的名字 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傅家女不想对姨妈隐瞒 太子夺门离开 想要找那个家伙算账 此时向东正在纠缠金珠 翻来覆去还是那句话 希望弥补过错重新开始 就在这时太子走进来 抬手刚要打 却被金珠大声制止 男人放下了拳头 觉得对方太自私 只考虑自己的感受 没想过金珠会因此 遭到多少唾骂 从始至终 太子考虑的都是金珠的立场 向东却只想回到过去 金珠什么都懂 但她没有信心迈出那一步 弟妹很想鼓励她 当妈妈需要勇气 爱一个人也需要勇气 无论走到哪里 金珠都会想起太子 男方却误以为 她从没有爱过自己 只是感动而已 不知过了多少天 饱受相思的女人 偷偷来到太子的健身馆 寂静的深夜 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痴情的男人 正在看曾经表白成功的录像 金珠泪如雨下 太子以为自己眼睛花了 两人为了在一起 不惜隐藏天大的秘密 并约法三章 不许推开彼此 不许说谎 不许偷偷掉眼泪 拥抱分别的一幕 正好被弟弟看到 金珠奋力地将男友推开 她真心为姐姐高兴 终于勇敢迈出这一步 比起哀声叹气的妈妈 花朵更喜欢幸福的妈妈 一回家 表妹就开始审问太子 害怕未婚夫是花朵的生父 母亲也很想知道 太子已和女友商量过 对外坚称孩子爸爸已经死了 女强人看不上未婚妈妈 而且还是外甥女男友的初恋 怪她不洁身自爱 太子不想浪费口舌转身就走 被毁婚的彩莉一直以泪洗面 并将金珠当称情敌 担心两人就情复燃 她绝对不会放弃向东 心情 쓰지 마 그럴 일 없을 거야 彩莉还是不放心 一见面就问表哥 花朵爸爸真的死了吗 会不会是为了抓住你编造的谎言 太子不想探讨这些 表妹却劝她趁早放弃金珠 她是一个可怕的女人 藏着太多的过去心机太重 太子变了脸色 这是自己的人生 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 早上 金珠询问了女儿的意见 想不想太子当她的爸爸 花朵没有马上答应 金珠觉得对不起女儿 愿意给她时间接受 男方家人还不知道金珠已经和太子和好 分别的一幕恰巧被彩莉撞到 她质问表哥精神是否正常 万一让姨妈知道会当场晕过去 你不觉得她脏吗 太子生气地反驳 金珠没有脚踏两只船 是你的男友自己左右摇摆 富家女恨透了金珠 如果她没出现自己已经结婚了 失恋让人失去理智 随即冲到医院 将两人复合的事告诉了向东 男人激动不已 一厢情愿地以为他们还爱着彼此 埋怨人家为什么不给自己一次机会 金珠受够了 面对曾抛弃她的男人没有一点留恋 拜托你离开我的世界 花朵的出现打断两人的争吵 向东无奈地离开 金珠下定决心嫁给太子 母亲却有所动摇 花朵的爸爸就在身边 太子妈知道一定会闹到天翻地覆 金珠坚持花朵是自己一个人的女儿 老太太心里交瘁 世上没有秘密 万一被发现了你打算怎么办 金珠不想活在过去的阴影中 她已经32岁了 本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对谁敞开心扉 像枯木一样不配得到爱情 傅家公子想当女孩的爸爸 花朵童言无忌 自己更喜欢帅气的医生叔叔 殊不知那人就是她的亲生父亲 太子心里五味杂陈 曾经支持她的岳母也改变了态度 世上没有秘密 外孙女的生父就在身边 怎么可能一直隐瞒下去 说话时向东打来电话 等对方离开老太太才敢接起 她悄悄溜出去和对方见面 向东拜托伯母帮帮自己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老太太非常纠结 不管怎么说她是花朵的生父 如果和太子在一起 肯定要经历重重难关 此时太子和金珠在家门口 依依不舍地告别 分开没多久 老太太也看见了太子 她超级尴尬 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一回家就骂女儿 害自己里外不是人 得知来龙去卖金珠气愤不已 埋怨妈妈为什么要见那个男人 老太太喜欢太子 可花朵一天一天长大 早晚都会知道真相 金珠生气 觉得前男友不配当女儿的爸爸 太子比她强百倍 曾经抛弃自己现在又甩掉未婚妻 根本不懂什么是责任 向东却直接找到情敌掉板 她绝对不会放弃金珠 一定要回到过去 太子觉得荒谬 假如你真的后悔 为什么不早点出现 又为什么和自己表妹订婚 向东无言以对 从始至终没有看清自己的问题 被退婚的彩莉每天胡思乱想 决定调查花朵的身世 害怕向东是她的生父 一个人来到厨房想要戒酒消愁 却被外婆抢走 纠缠不爱的人等于浪费生命 彩莉哭了 她控制不住自己的心 总是想不好的事 外婆抱着她安慰 好的感情需要双向奔赴 单方面都是自讨苦吃 年轻的女孩却不懂 偷偷调查金珠的感情史 结果让她大失所望 除了向东和太子 金珠没有和别的男人交往过 彩莉不愿意相信让侦探继续深挖 金珠亲口说过花朵的爸爸去世了 失恋让人失去判断 她逼金珠说出孩子的爸爸是谁 富家女撂下狠话 不管是表哥还是向东 都不会让他们和你在一起 另一边 太子则花尽心思讨好花朵 并得到了小伙伴的认可 女孩从小就羡慕别人有爸爸疼 于是提出了几个条件 不许骂我陪我玩 每天坐肩膀 太子欣然答应 妈妈生日儿子带女友回来 全家人差点惊掉下巴 母亲气到声音颤抖 那个 绝不允许她娶未婚妈妈 表妹将金珠视为情敌 也开口赶她出去 太子明确态度 就算和家庭决裂也要和金珠在一起 小情侣相互打气 不管过程多么辛苦都不能动摇 女强人心情低落 难过时收到了一位老朋友的鲜花 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那是她爱而不得的人 同样为情所困 却不能理解儿子的行为 太子和金珠没有气馁 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 不知道远处有双眼睛 正直勾勾地盯着他们 初恋极度地发疯 不愿意承认金珠已爱上别人 一个人喝酒买醉 富家女希望她回心转意 可对方只会说对不起 随后将向东送回住处 结果在桌子上看见了一张合影 按照上面的日期 六岁的花朵很可能是向东的女儿 这是她最害怕的事 花朵则将两枚戒指 放在妈妈和太子的手上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 并要求太子一定要遵守跟她的约定 金珠眼含泪花 非常欣慰能得到女儿的允许 花朵不要妈妈唉声叹气 希望她天天开心地笑 太子感觉好幸福 提议一家三口好好庆祝一下 花朵藏不住秘密 迫不及待地发短信给喜欢的叔叔 说自己有爸爸了 向东安耐不住 直接开车拦住初恋 男人近乎疯狂 金珠拉车门想要跳下去 向东大喊大叫发泄痛苦 不明白为什么回不到过去 金珠第一次袒露心扉 当初我也以为没有你会活不下去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不知不觉就爱上别人了 你不是也订婚了吗 总而言之 不管曾经多么相爱都已经是过去 金珠拉住向东的胳膊 拜托她接受现实放过自己 谁料让人误会的一幕竟被太子挖撞到 以为女方在玩弄她儿子的感情 向东似乎被说动坚持送金珠回去 也许这是最后一次 富家女得之后激动不已 在他心里向东不是那样鲁莽的人 焦急等待时他们终于出现了 打完向东又怀疑金珠脚踏两只船 太子相信女友 并警告对方 再有一次绝对不会轻饶她 一回家 女强人就逼儿子分手 亲眼看见金珠和向东拉拉扯扯 太子极力解释 奈何母亲听不进去 没办法沟通只能打势久战 直到第二天 金珠才知道是女儿给向东发了短信 未婚妻就在身边 男人却喊着初恋的名字 活泼觉得这个名字有些耳熟 但又想不起是谁 彩莉不再隐瞒 说她儿子为了初恋 想要和自己分手 随后 便亲自将准婆婆送到金珠的店铺门前 七年不见两人一眼认出彼此 当初就看不上这个穷女孩 现在还是一样的态度 达不到儿媳的标准 听说你变成了未婚妈妈 所以更别想高攀我的医生儿子 金珠无语 明明是前男友放不下过去纠缠不休 争论石花朵走得进来 向东妈做梦都不会料到 眼前的小姑娘可是她的亲孙女 金珠紧紧抱住女儿 花朵的身世像一颗定时炸弹 让她惶惶不安 母亲也认为血缘无法切断 孩子爸早晚都会知道真相 金珠想再等一等 等到对方彻底对自己死心 现在说出来不知道要惹出多少麻烦 尽管向东已经认清现实 金珠爱上了别人 但她不愿意回到彩莉的身边 痴情的富家女不舍得放手 认为对方只是短暂迷失了方向 害怕的事还是发生了 经过重新调查 确定金珠七年前只和向东交往过 彩莉情绪激动 大喊不可能 一定还有别的男人 冷静过后又让侦探调查花朵的身份 心里祈祷不是向东 此时母女俩牵着手从店铺里走出来 向东坐在车里远远地看着 她要逼自己放手 听说女婿要毁婚 岳父特意从美国飞过来 拜托她重新考虑一下 初恋的确难忘 错过的就说明没有缘分 不如珍惜眼前缘 向东婉拒了长辈的恳求 没有信心给彩莉幸福 心里有别人对她也不公平 彩莉爸非常失望 妈妈气愤不已 三十年第一次看丈夫掉眼泪 劝女儿赶快整理感情 男人不让妻子说那些让孩子难过的话 又安慰彩莉没关系 爸爸妈妈回来就当旅游散心了 谁料刚挂断电话 不幸发生了交通事故 姨妈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彩莉吓到手抖 没有见到最后一面 父母就双双离开了人世 彩莉伤心欲绝 向东第一时间赶来 想着昨天的是他后悔不已 本想上前安慰彩莉 却被太子一把推开 独生女感觉天都要塌了 想跟着父母一起去死 起身后终于看见向东 这一刻真的好恨他 于是拼命扯打对方 没有言语能表达他此刻的绝望 又一次哭晕了过去 向东赶紧将他抱起来 醒来后看见男友 又控制不住激动起来 他歇斯底里喊对方快滚 一直折腾到深夜才回到住处 拿起爸妈的照片 眼泪止不住留下来 向东追悔莫及 不知道怎么弥补伤害 洗漱完彩莉收到了他的短信 片刻后 传来了杂东西的声音 彩莉求表哥骂醒自己 为什么还想那个男人 就是因为他提出分手父母 才会飞来韩国 自己一定是疯了 竟然还放不下这段感情 太子将表妹扶到床上 希望他能镇静下来 彩莉痛哭流涕 不知道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之后的日子 他强逼自己放下向东 反复听父亲最后一个语音留言 这天 金珠带着女儿来找男友 太子的眼里只有花朵 金珠打翻了醋瓶 埋怨他看不到自己 说说笑笑俨然一家三口的样子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向东 事到如今他对金珠已经死心 未婚妈妈却惶惶不安 不想生父总在女儿的身边徘徊 太子耐心安慰他克服恐惧 记住花朵是我们的孩子 奈何血缘相惜 父女俩莫名地喜欢彼此 表姨 你都很逼人 另一边 太子还在安慰女友 彩莉推门进来 他将所有不幸都怪在金珠的头上 父母本可以见证自己的幸福 因为你向东才会变心 太子让表妹住口 彩莉却不依不饶 甚至要求对方离开自己的表哥 善良的金珠可怜他失去双亲 默默承受无礼的控诉 向东一直在等待彩莉 电话不接短信不回 非常担心她的情况 女人硬着心喊气快走 不需要任何同情 爸爸生前求你你都不愿意复合 现在回来有什么意义 男人深知罪孽深重 伤害了最爱她的女人 那时自己太过混乱 彩莉不想听这些没用的话 一遍一遍地赶她离开 向东不懂她的口是心非 竟然真的走了 一个人在舞蹈室坐到深夜 向东发了一条忏悔的短信 希望她能给自己一次机会 原谅曾经的幼稚不懂珍惜 彩莉一边开车一边流泪 来到对方工作的医院 远远看了她一眼 随后发了一条语音留言 希望向东不要有负罪感 我爱你 挂断电话 绝望的她要追随父母的警 彩莉被送进医院紧急抢救 经过漫长的手术脱离了危险期 向东闻讯赶来 姨妈冲过去一顿锤打 你有什么脸来到这里 看着浑身是伤的彩莉 向东毁度当初 不知怎么走回的家 向东天天徘徊在病房门口 满脸憔悴 姨妈杜绝他们见面 彩莉听见了感人的声音 老太太心里清楚 外孙女放不下那个男人 多痛苦才会选择结束生命 于是责备女儿不要太过分 没人希望发生车祸 那只是意外 姨妈却忍不住责备彩莉 为了爱她的家人 也要好好活下去 太子懂得表妹的心 擅自安排向东去探视 只希望她今后 不要再伤害彩莉 一个多月的时间 向东终于走进病房 看着熟睡的女友 心里一遍一遍说着对不起 清晨 彩莉醒来很快发现了向东 忍不住摸了摸她的脸 但她不需要同情 也恨自己没出息 到现在还这么迷恋对方 向东流泪忏悔 求她不要伤害自己 彩莉爱得不可自拔 理解她为什么对初恋彷徨 两人重归和好 姨妈知道妹妹妹夫 希望女儿幸福 她妥协了 希望这个决定是对的 经历坎坷的情侣 在韩国补办了订婚宴 在双方长辈的祝福中 完成仪式 并决定一起回美国生活 金珠妈知道后 让女儿高兴得不要太早 世上没有秘密 大家早晚都会知道 花朵和向东的关系 殊不知 车祸前采莉 已经找侦探调查花朵的身事 刚与未婚夫分开 她就接到电话 第一名检测结果出来了 看着鉴定报告 彩莉濒临崩溃 好不容易挽回向东的心 很怕她再次动摇 随即冲到金珠的店铺 质问对方花朵爸 真的死了吗 甚至怀疑她贪图姨妈的家产 所以不惜撒谎 就是为拴住自己的表哥 金珠惶惶不安 总觉得对方知道了什么 于是联系男友 太子让她不要担心 不久后两人就会离开韩国 彩莉内心纠结 不敢将这个秘密告诉别人 尤其趴向东知道 但又不忍表哥被骗 金珠没她想象的那么单纯 是一个满嘴谎言的女人 趁早一刀两断 太子说自己心甘情愿 被骗被利用都无所谓 这辈子她非金珠不娶 表兄妹不欢而散 现在花朵已经完全认可太子 像亲妇女那样心有灵犀 装着秘密的彩莉内心煎熬 表哥推门进来 他慌忙起身掩藏鉴定报告 太子一把抢过来 彩莉很意外 他竟然早就知道 向东是花朵的身份 表妹情绪激动 不理解她为什么跟着撒谎 솔직하게 다 말할까 俺 안 돼 그건 절대 안 돼 나도 그래서 그랬어 求婚成功后 还为小姑娘准备了项链 花朵超级开心 终于有爸爸了 太子亲了她的小脸 小女孩越来越依赖太子 一个眼神就知道她想干嘛 默契得好像亲生妇女一样 金珠假装吃醋 不许两人排挤自己 随后一家三口拍下了第一张合影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母亲却高兴不起来 今时不同往日 花朵一直向外婆展示自己的项链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等到女孩离开 金珠妈说出心里的担忧 花朵生父就在身边 万一让婆婆知道准备怎么收场 小情侣不想再等 人生短暂爱就要勇敢 随后 太子给长辈行大礼 想要尽快迎娶金珠 老太太不肯松口 除非你妈同意我就不再反对 老头举双手支持 她相信自己的眼光 认为太子值得托付 也觉得亏欠女儿 离家出走15年 害她们娘撒掉了很多眼泪 希望未来女婿能加倍爱金珠 如果需要 愿意亲自去求太子妈 接纳自己的女儿 她没有什么不足 只是没有遇到好爸爸 弟弟也喜欢太子 拜托她以后对姐姐好 不过没有售后服务 嫁过去后盖部退换 现在关键要征得太子妈的同意 女强人无视两人的存在 甚至叫来安保驱赶他们 太子想换个时间再谈 面对曾经的恩师 金珠不知该怎么做才能得到认可 女强人无法接受未婚妈妈 金珠没有在太子面前表露难过 也理解女强人的立场 换哪个妈妈都不喜欢她这样的儿行 回到家假装一切很好 老太太听见女儿抽气的声音 妈妈既心疼又生气 就知道她会遭遇羞辱 金珠哭着说对不起 希望妈妈能支持她和太子 母亲非常矛盾 紧紧抱住女儿安慰 转天晚上花朵一个人回来 老太太这才知道金珠又去太子家了 她放下东西飞奔赶去 小情侣站在门口互相打气 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退缩 太子妈不耐烦地走出来 刚说两句话老太太就冲到面前 二话不说强拉金珠离开 又不是乞丐干嘛求别人 一条短信让女人瞬间变脸 不许未婚夫和六岁的小姑娘撕下来往 为了隐瞒天大的秘密 彩莉借口说讨厌孩子的妈妈 毕竟她是你的初恋 奈何世界太小 表哥竟爱上了未婚妈妈 跑得太快鞋跟断了 只好背着回家 一想到带着女儿嫁给她 金珠就感到愧疚 这么做是不是太自私了 太子心甘情愿 是我一直追着你跑 男人不想再浪费时间 决定先斩后奏 表妹每天提心吊胆 怎么想两人都不该在一起 花朵是向东的女儿 这件事要怎么隐瞒 太子让她别插手 彩莉惶惶不安 害怕男友知道后再次动摇 向东不理解 她为什么非要干涉太子的恋情 自己和金珠已经是过去式了 彩莉内心煎熬 私生女相跟刺扎在她心上 就在这时花朵又发来短信 彩莉不让回复 向东觉得不太好 只是小孩子何必这么计较 傅家女非常激动 问她自己和那个女孩谁重要 随后支开男友 以向东的名义回复了短信 花朵满脸失落 她特别喜欢帅气的医生 然后哭着问妈妈 向东叔叔什么时候结婚 金珠安慰 医生很忙才会这么说的 再说你不是有太子爸爸了吗 小姑娘撅着嘴巴 她给两人都发了短信 就是怕向东叔叔讨厌自己 转天 太子给花朵买了一件连衣裙 婚礼那天让她做最漂亮的小公主 舅妈祝贺她有了爸爸 好羡慕啊 舅舅赶紧接话 你不是有好老公吗 小姑娘童言无忌 父母走了进来 金珠想挽着父亲走进礼堂 老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结结巴巴答应下来 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弟弟却嘟嘟囔囔 以前不是说有我牵姐姐入场吗 话因为落就被母亲啪啪一顿打 嫌弃她不会看眼色 太子让父女俩演戏一下 老头笑得合不拢嘴 一直对女儿说谢谢 母亲还是觉得不妥 应该征求婆家同意再结婚 或者等花朵生父去了美国再说 太子不想再等 人生短暂相爱就该不顾一切 她有信心让母女俩幸福 所以希望岳母能笑着接受 金珠妈左右为难 七上八下特别不安 太子将那没退回的戒指 重新戴在她手上 岳母的手好漂亮 为了毕母亲同意她决定先斩后奏 不禁允许擅自发结婚请简 女强人一头雾水 每个人见她都说恭喜 也很意外儿子为什么会出席展会 德高望重的教授当众宣布太子的婚期 大家纷纷掌声祝贺 金珠随后出现 事业上的朋友都在 女强人忍着怒气不好发作 赶紧找借口离开了展会 小情侣跟着回到办公室 太子跪在地上赴京请罪 这是无奈之举 希望能在妈妈的祝福下举行婚礼 道贺的电话一个一个打来 不是局长就是合作伙伴 女强人咬着牙硬打 她气到双腿贪弱 妈 所有人都知道了太子的婚礼 妈妈歇斯比里大喊大叫 难以接受未婚妈妈做儿媳 胃部一阵剧痛 直接晕了过去 只好将她送回家里 金珠心里非常不安 片刻后传来了杂东西的声音 女强人像疯了一样发泄不满 太子冲过去紧紧抱住女子亲 金珠难受极了 慌慌张张地离开 正好遇见初恋和太子的表情 还没等开口问后 金珠就跑开了 向东过来是为了给女强人输液 外婆训辞太子大逆不道 全家没一个人支持她 此时金珠胸口闷得喘不上气 想想男友做的牺牲她必须忍耐 太子则守了妈妈一晚上 看着身旁的儿子又忍不住哭了 尽管不甘心 但考虑到自己的事业和面子 女强人还是妥协了 她要求金珠放弃工作 搬进来一起生活 太子不同意 金珠热爱自己的事业 未婚妻却点头答应 愿意按照婆婆说的去做 婚礼那天 婆婆没有一点笑脸 老太太忧心忡忡 不知道女儿的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 新娘笑得像一朵花 三十一岁带着女儿嫁入红 典礼就要开始 彩莉吃坏了东西无法参加 向东留下来照顾她 随后一个人来到客厅 回忆与初恋的点点滴滴 由衷地说了一句 金珠挽着爸爸的胳膊走进旅堂 新郎深情款款 这场婚礼她等了十年 仪式结束 新人向父母行礼 妈妈老泪纵横 天知道女儿一路走来有多么不容易 太子赶忙过去安慰 婆婆心情复杂 她的眼泪已经流干了 不管过程怎样婚礼完美落伍 度完蜜月回到娘家 花朵也穿着漂亮的韩服 学着妈妈的样子行李 父母嘱咐她们好好生活 金珠吵着和妈妈睡 弟妹也赖着不走 搂着外甥女假装睡觉 老太太忧心忡忡 叮嘱金珠好好孝敬婆婆 母女俩不舍得彼此 早上花朵换上了漂亮的韩服 外婆声音哽咽 过去后要懂礼貌 好好吃饭不可以挑食 花朵不解外婆为什么这么伤心 妈妈说了会经常回来 金珠带着女儿嫁进来 花朵躲在妈妈身后 活泼面无表情 不肯接受新儿媳的行李 即便已经举行了婚礼 还是没办法接纳金珠 太子非常失望 金珠安慰没关系 她会努力得到婆婆的认可 丈夫一改愁容 感觉像做梦一样 娶到心中的女神 花朵非常喜欢继父 给她布置的卧室 好像公主的房一样 粉色的纱脸好漂亮 血缘奇妙 尽管像东部知道 花朵是她的骨肉 但总会想起那个孩子 未婚妻刻意隐瞒了这个秘密 向东妈随口抱怨 你姨妈怎么想的 世界上那么多女人 为何偏偏选择金珠 还有谁是花朵的生父 和我儿子应该没有关系吧 婆婆让她小心一点 话说回来 那孩子看着真可爱 爸爸应该很帅 彩莉像丢了魂一样 一晚上坐立不安 喝到烂醉回到姨妈家 表哥出来接她 彩莉一直对向东说对不起 我爸 表里 表里 이제文字 안 해 太子有点紧张 慌忙将表妹赴回家 彩莉每天提心吊胆 对爱的人撒谎 这种感觉就要疯了 金珠端来锋利水 彩莉一看到她就火大 怪表嫂毁了自己的人生 因为你变成一团乱门 太子替妻子说话 没人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拜托她保持冷静 否则会再次失去向东 太子也很累 但她从来不在金珠面前表现 并爱无极乌将花朵视如己出 妻子推门进来问她在干什么 太子替表妹道歉 不要介意那些话 她马上就回美国了 娘家妈担心得一夜没睡 天一亮就忍不住打电话 女儿谎称一切都好不要担心 金珠妈想外孙女了 感觉房间空荡荡的 花朵一起来就来到外曾祖母的房间 可爱的样子招人喜欢 老太太问她 妈妈结婚高兴了 小姑娘不假思索 因为有爸爸所以高兴 你该母亲缺给你 婆婆高兴不起来 没吃两口饭就回到房间 小姑娘推门进来 懂事的她拿出了最爱的巧克力 孩子有什么罪 可爱的花朵招人喜欢 白天陪在外曾祖母的身边 她画了好多人 妈妈爸爸和医生叔叔 金珠抽空带女儿回了娘家 外婆想花朵想得不行 留她吃炸酱面 回去得有点晚 婆婆以为她偷偷去工作 无视婚前的约定 而且根本不听解释 训斥的话花朵全都听到了 她赶紧安慰女儿 奶奶没有生气 只是提醒几句 金珠什么都不怕 就怕女儿跟着受委屈 就要出国 表妹带着未婚夫过来吃饭 小姑娘扑进叔叔的怀里 彩莉特别不舒服 随后来到金珠的身边 说了一些意味深长的话 很开心吗 初恋变成了魅力 当着外婆的面 马上改变嘴脸 今天辛苦表扫了 之后 花朵将画像拿到向东面前 还说长大后 要像叔叔一样当医生 彩莉超级敏感 不希望花朵和男友亲近 小姑娘也不喜欢对方 觉得她说话带此 吃饭时 彩莉一直盯着花朵看 将这对母女 视为眼中盯肉中刺 之后向东来到厨房 假装要水喝 实际上是为了 彩莉看到后醋一大发 她又开始找茬 明知男友是花朵的生父 却故意说 死去那个人 也是像东这样的类型 怪不得花朵那么喜欢她 金珠一不小心烫伤了手 总而言之请你管好女儿 不要再给叔叔发短信 讨厌藕断丝连 彩莉忍着极度送走未婚夫 接着闯进花朵的房间 撕掉她的话 并警告小姑娘 不许再话一声 花朵懂事得让人心疼 哭着和妈妈说没关系 妈妈今天辛苦了 金珠忍无可忍 不要因为大人的恩怨 牵怒孩子 彩莉拒绝 怪孩子没有遇到好妈妈 我有什么罪 都是因为你我的父母 才会双双去世 金珠无语 之前觉得她可怜 现在只觉得她不可理喻 总而言之 不许任何人欺负花朵 彩莉面目争鸣 竟要求金珠 带着女儿离开这里 永远消失 表哥进来后 又马上改变口吻 诬陷金珠找她麻烦 两幅面孔随便切换 金珠惊得说不出话 晚上 彩莉又在太子面前伪装 谎称要努力接纳她们母女 希望表嫂不要过于敏感 金珠则回到房间 处理烫伤的手 丈夫看到后非常紧张 随口帮表妹说了几句话 向东难得浪漫 小熊挂着手练 希望她们安心 不要再介意初恋女友 彩莉哭了 好怕幸福从指缝中溜走 回到姨妈家 花朵被小熊吸引 面对男友的私生女彩莉 从心里厌恶 不让她碰一下 说完又有些后悔 直接将玩偶送给她 女孩心里不舒服 好在继父的外婆非常喜欢她 经常被她可爱的样子逗笑 一老一少总有聊不完的话题 捏完肩膀又读故事书 家里弄得一片狼藉 金珠吓坏了 赶紧将女儿喊出来训斥 外婆却拦着不让说 小孩子玩玩很正常 太子一有时间就买东西 回去看岳母 希望娘家放心 晚上 花朵与继父谈心 她好想外婆舅舅舅妈 太子答应带她回去过周末 转天 女儿的户口终于落到金珠的名上 一家三口非常开心 紧紧抱在一起 彩莉想缓解与花朵的关系 特意买来一份礼物 女孩非常骄傲 将变更的户口递到她手上 彩莉越看越生气 金珠不明白 她为什么处处和自己作对 我的容忍是有限度的 彩莉被激怒 当面揭穿花朵的身世 这是金珠一直隐瞒的秘密 很意外彩莉竟然知道 她问丈夫怎么办 早知道结婚前就该和婆婆坦白 不用天天担惊受怕 也觉得对不起太子 害她背负这么多包袱 男人生气表妹口无遮拦 不是说好守口如瓶吗 这样只会加增金珠的心理负担 干嘛揪着过去不放 争吵使金珠推门进来 想要和彩莉单独谈谈 说开后彩莉变本加厉 希望她赶紧带着女儿离开 没人愿意当未婚妈妈 因为舍不得打掉孩子 却固执己见 还是要求金珠带着孩子永远离开 金珠身心俱疲 她来到花朵的公主房 不管多么苦从不后悔生下女儿 女强人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淡 甚至不许金珠进她的房间 母亲全都看在眼里 苦口婆心地劝说 善良的人心存怜悯 同为妈妈你就当可怜她吧 如果实在不顺眼就放他们出去当国 女强人哭了 因为太珍惜儿子才会这样 丈夫的外婆特别喜欢花朵 准备一起去超市 突然好奇 追问目的在哪 是什么样的家族 连自己的孙女都不找 金珠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回答 表妹怕牵连到未婚夫 赶紧走过来帮着解围 外婆刚走她就拜托表嫂 快点带着孩子离开 这是唯一的出路 说话时小姑娘戴着帽子跑出来 看到对方立刻躲到妈妈身后 小姑娘 你哪个 나쁜人 你不是 所有人走后丈夫打来了电话 金珠既愧疚又害怕 无法正视婆家人的脸 好像陷入泥潭憋得喘不过气 太子保证会早点回家 不管发生什么他们一起面对 是男方坚定的爱支撑金珠走到今天 彩莉却寝食难安 害怕男友知道真相后再次彷徨 都说怕什么来什么 帮忙整理办公事 花朵的照片竟从文件夹里掉落出来 上面还有一张私家侦探的名片 以及金珠母女的个人信息 彩莉撞到后有些激动 不让她碰自己的东西 男人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你是想调查花朵的生负吗 彩莉不敢说出调查结果 就像金珠说的孩子爸早就去世了 如果有个地洞 她恨不得现在就钻进去 向东借口要回医院 一边开车一边回 啊 朴梨 越想越不对劲 于是将车停到路边 她偷拿了私家侦探的名片打了过去 镜头一转 太子比平时早回来两个小时 花朵扑进她的环里 一见面就说个没完 犹如亲妇女一般 看着他们和睦有爱的样子 金珠感到特别幸福 甜甜的笑容治愈了心里的脑 多希望这一刻永远定格 交完钱 向东很快就拿到了亲子鉴定结果 终于知道真相 难怪自己会那么喜欢花朵 她非常激动 直接来到金珠婆家蹲守 威胁女方上车 否则就跟着她进去 随后将金珠带到江边 最后问她一遍 孩子爸真的死了吗 不等人家回答 就迫不及待拿出鉴定结果 她觉得金珠残忍 之前那么求复合都不同意 女人反驳你后悔得太晚了 我等了你五年 一直到花朵四岁 残存的爱意早已消失殆尽 此刻我的心里只有太子 也不后悔现在的选择 向东听不进去 她要重新考虑和彩丽的关系 婆婆震惊地发现 儿媳进上了前男友的车 谁看了能不误会 随即打电话让儿子同万生女快点回来 骂他们是傻瓜被骗得团团转 女强人不想当着孩子的面说难听的 喊她上楼回避 花朵却躲在墙后偷听 和妈妈嫁入这个家心里特别不安 表兄妹袒护各自的伴侣 一定有别的原因 哪里会想到 南方已经知晓花朵是她的骨肉 为了孩子想于初恋重归于好 彩丽忧心忡忡 告诉表哥向东发现了她调查花朵的事 也许产生了怀疑 太子心急如焚 妻子连手机都没带 一出去就看见静女窝在沙发上哭泣 妈妈怎么还没回来 奶奶又为什么发火 太子耐心安慰不要哭了 你这样爸爸好伤心 我现在就出去接妈妈 她去买菜了 等到天黑金珠才姗姗回来 太子没有多问跟着妻子一起进门 婆婆开口感人 接受她带孩子嫁进来 但不能接受她与前任藕断四连 就在这时花朵跑过来 扑进妈妈的怀里 太子让他们母女快上楼 自己同长辈解释 撒谎说与妻子吵架了 表妹夫顺路送她回了躺下架 花朵则问妈妈 是不是因为自己才会这么辛苦 金珠红了双眼 从心里觉得亏钱孩子 是妈妈对不起你 你是妈妈的宝贝 等丈夫进来金珠拉着她的手 如果能逃到别的地方就好了 太子连连保证一家人有不分开 采丽则追到未婚夫的公寓 向东独自喝闷酒 一改之前的态度不想见到她 也不想听任何解释起身送客 采丽痴心不改 就算她有私生女也无所谓 花朵应该留在妈妈身边 他们按计划回眠 向东对女友失望透顶 指责她和金珠一样的自私 不管别人的感受只考虑自己 采丽留在原地失声痛哭 这是她最害怕的事 转天 向东早早过来蹲守女儿放学 随后将花朵喊到身边 紧紧将她抱在怀里 终于明白 之前为什么总是惦记这个孩子 花朵喜欢医生叔叔 只是觉得她今天怪怪的 一直盯着自己看 向东恨不得马上相认 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小姑娘将她带到自己的秘密基地 藏在这里连老师都找不到 不禁允许擅自将她带出来 孩子妈左等右等终于接到初恋的电话 得知父女俩在一起 向东警告对方不要欺人太甚 他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随后直接挂断电话 金珠心力交瘁 害怕男方和自己抢孩子 花朵喜欢医生叔叔 同他讲心里话不喜欢奶奶 奶奶动不动就发火 向东好奇 继父对他怎么样 男人心情复杂 也很纠结到底怎么做 才能不伤害女儿 随后来到超市 让孩子随便买喜欢的贴纸 花朵开心不已 医生叔叔真好 妈妈每次都只让他选一张 向东蹲下来解释自己不是他的医生 小姑娘一头雾水 那我怎么叫你呢 谁能抗拒这么可爱的小棉袄 金珠心急如焚 打电话问丈夫怎么办 太子安慰他不要着急 毕竟是孩子的生父不会做过分的事 耐心等待一会儿 刚挂断电话向东就送花朵回来了 金珠恨恨地看着初恋 但不好在孩子面前发作 等到花朵进门才将对方叫到别处 质问他想干什么 向东不觉得自己有错 他有权利和女儿见面 恨不得立刻相认 金珠拜托他快点和未婚妻回到美国 自己会好好抚养孩子长大 如果下次再这样他会选择报警 七年前不辞而别 有什么资格见女儿 向东不肯退让半步 最终不欢而散 花朵心情很好 一边贴贴纸一边夸漂亮 金珠训斥他以后不可以这样 就算认识的人带你走 也要争得妈妈的同意 花朵认错态度良好 抱一抱撒撒娇 好高兴医生叔叔给他买了十张贴纸 不过 金珠有些紧张 叮嘱女儿不要改变称呼 太子则找到向东 希望他多多为花朵考虑 不要意气用事 姐姐变成妈妈孩子接受了很久 现在又突然冒出一位爸爸 小小年纪不该承受这么多的压力 也请他放心 自己会将花朵视如己出 向东没有答复转身离开 为了转换母女俩的心情 太子带他们出来吃饭 不想妻子整天愁眉苦脸 未婚妈妈习惯了独自硬抗 除了坚强没有别的办法 太子坐过去给他打气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 谢谢就用嘴巴代替 小电灯泡冲过来要看两人亲亲 太子逗他 你不是很想要一个妹妹吗 吃完饭又去抓娃娃 一家三口幸福美满 高高兴兴回到家 表妹却出言不逊 都是因为他们母女 害自己联系不上未婚服 花朵躲到继父身后 家里最怕这个表姑姑 金珠追上去说对不起 但女儿还小 希望她能稍微注意一下 一秒都不想看见金珠 怪她不该生下向东的孩子 跑到楼下太子叫住她 一言不合又吵了起来 太子妈听见了争吵声 像什么话天天鸡飞狗跳 花朵不懂大人的恩怨 每天小心翼翼看长辈的眼色 尽管房间很漂亮 一个人和玩偶自言自语 好想回外婆家 金珠安慰女儿没事 想要成为家人 必须要经历磨合期 以后会越来越好 向东则决定暂时留在韩国 花朵是她的女儿 怎么能假装不知道 再次推辞婚期 尽管心里不满 富家女却咬着牙说愿意等她慢慢整理 早上太子进来哄妈妈 希望她能好好善待金珠母女 女强人觉得儿子像个傻瓜 为什么把对不起挂在嘴边 天天低声下气的 妈妈无可奈何 试着慢慢接受儿媳 男人临时起义决定带妻子回娘家 外婆欣然答应 希望他们转换一下心情 随后来到超市 太子拼命装东西 什么都想给岳母买 感激她把女儿嫁给自己 金珠感动得亲了丈夫一下 哇 拉多啊 老太太抱着花朵不撒手 特别高兴他们回来 太子还要去上班 晚上过来接人 没多久金珠就沉沉地睡着了 母亲有些心疼 希望她嫁得好又怕她受苦 随后找到外孙女询问情况 花朵实话实说 奶奶有一点点凶 但最可怕的是姑姑 天天用眼睛瞪自己 外婆心里不是滋味 下午做了两人最爱的炸酱面 一边吃一边夸奖美味 饭后母亲怕她太累 提由自己照顾花朵 金珠不舍和女儿分开 她会努力得到婆婆的认可 傍晚一家三口回到家 女强人心里想要对儿媳好一点 说出来的话却不那么好听 下次回去和我说一声 应该在娘家住一晚 小姑娘只会分辨语气 以为奶奶又在挑了 于是给喜欢的叔叔发去短信 今天见到了外婆非常开心 不喜欢现在的家 向东赶忙回复安慰 人都是贪心的 越来越放不下这个孩子 女儿可爱的样子 一直在脑海里挥着 优秀的儿子 娶了一个未婚妈妈 晚上和母亲大到苦水 叔不知花朵就站在外面 随后跑到房间 抱着小熊不肯去吃饭 金珠强拉她下楼 老太太看出孩子低落 让她多吃点菜 小姑娘心里难受 晚上偷偷给医生叔叔发短信 她好想回外婆家 还发了一个伤心的表情 刚转身回卧室电话响起 看到初恋的来电 金珠毫不犹豫地挂断 害怕她和自己强女儿 向东心情烦躁 拿起外套就往外走 此时采丽回到姨妈家 宣布未婚夫坚持晚些回到美国 一边说一边瞪表嫂 怪她生下花朵惹下这么多货端 女强人隐约觉得这件事和儿媳有关 她知道向东是金珠的前男友 于是追问外甥女 到底因为什么推迟离开 说话使金珠推门进来 花朵非常害怕 一个人抱着小熊走出来 向东看到后赶紧走下车 女孩哭着说妈妈又挨骂了 奶奶好可怕 我讨厌这个家 向东护女心切 又不打一声招呼 就将花朵带走了 金珠很快就发现女儿不见了 于是慌慌张张跑出来找人 太子指责家人 为什么不注意言行 孩子就是被他们吓走的 说完紧追妻子的脚步 彩莉不服气责怪花朵不懂事 外婆让她闭嘴 孩子平安回来才行 向东一直陪在女儿身边 然后试探性地询问 如果我当你的爸爸怎么样 花朵觉得不好 不是讨厌只是觉得奇怪 她已经有爸爸了 说完打了个哈欠 困了想要找妈妈 向东让她等一会儿 夫妻俩急得准备报警了 妈 向东接过电话 金珠气得破口大骂 警告过你不可以随便带走孩子 七年你都了无音许 现在别妄想你女儿相认 向东被激怒直接挂断电话 夫妻俩开车去接孩子 结果向东先将花朵送了回来 女强人越想越不对劲 让她和自己谈谈 彩莉怕男友乱说话 一直在中间拦着 害怕揭开真相影响她的婚事 向东却推开女友跟着对方出去 太子很快就接到表妹的电话 随即调转车头往家赶 金珠胸口堵得难受 不能继续隐瞒 必须主动和婆家人坦白 彩莉跑到餐厅还想从中拦走 婆婆惊得说不出话 那感觉犹如晴天霹雳 彩莉求为婚夫不要说了 向东却不管不顾是要与女人相认 离开时正好与小夫妻撞倒 慈爱的外婆彻底伤透心 本想这是她外孙爱的人 才努力接纳母女俩 太子连连道歉 是自己说服妻子这么做的 妈妈和外婆不听解释 一心想赶金珠离开 认定这是乍妻结婚 转身冲到卧室替儿媳打包行李 自己刚刚尝试怜悯她爱护她 现在比吃苍蝇还恶心 生父天天在身边转眼 你不觉得对不起丈夫吗 太子紧随而言 将激动的母亲拉出房间 金珠哭得气不成声 原本打算坦白一切的 没想到初恋会抢先一步 彩莉责怪未婚夫太过冲动 完全不考虑自己的立场 向东不觉得自己有错 是他们三个人联合欺骗了自己 相比婚约她更在乎轻生血脉 彩莉哭红了双眼 看清自己在她心里的位置 小夫妻则跪在地上赴金请罪 希望能得到家人的谅解 富家女无处撒气 看见婊嫂就要发火 外婆训斥她胆子越来越大 竟在长辈面前大呼小叫 彩莉马上道歉 心里太难受了才会这样 老太太另气快点上楼 现在看她都心烦 婆婆转身劝儿子放弃 不要想哭一哭跪一跪 就能得到原谅 娘家妈仿佛有了心电感应 一直惶惶不安 总觉得发生了什么 打电话也没人接 金珠赖在这里不走 几乎一夜没睡还想做早饭 婆婆忍无可忍 像宝贝养大的儿子 为什么要找这样的女人 太子冲过来制止 她满脸心疼帮金珠擦脸 显然已无法说服母亲 下定决心搬出去单过 随后金珠来到女儿的房间 花朵心有余悸 这个家让她恐惧 不想别人说妈妈 婆婆走出来 让她尽快收拾好东西 转头对孩子说 今天她可以和妈妈 一起回外婆家 总而言之 这段婚姻无效 金珠无脸痛哭 花朵有些手足无措 太子将她拉回房间 现在就出去生活吧 不能再见她受苦 金珠不肯 这件事他们有错 想要慢慢化解怨恨 还敢丈夫快点去上班 婆家人无法原谅金珠的错误 认定这是乍气结婚 女人跪在地上不肯离开 更不敢接母亲的电话 一直等到婆婆回来 质问她为什么还不走 小姑娘闻声跑了下来 花朵哭得让人心疼 曾外祖母耐着性子劝说 尽管没有血缘关系 但孩子有什么罪 看女儿上楼 金珠转过身继续恳求原谅 婆婆忍无可忍联系了亲家母 麻烦她马上过来把女儿带走 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娘家妈急得手忙脚乱 穿着拖鞋就往外跑 女强人开门见山 已经知道谁是花朵的生父 真是荒谬 竟然是外甥女的未婚夫 还骗我们说孩子爸死了 娘家妈无言回答 当初她也反对过 知道世上没有秘密 无可奈何 只能跪在地上替女儿求情 金珠想拉妈妈起来 婆婆不为所动 拜托她们快点离开 直到花朵出现 她扑进外婆的怀里 事已至此只能离开 花朵有点惦记忌 以后还能见爸爸吗 金珠哭着说能 妈妈气得破口大骂 老太太心疼女儿 知道她深爱着丈夫 爸爸堵得难受 一杯一杯喝闷酒 混蛋前任 七年前害女儿成为未婚妈妈 现在又毁了她的幸福 另一边 彩莉将这件事告诉了未来的公婆 初恋生下了向东的女儿 希望长辈出面劝阻 害怕她犯傻成为单身爸爸 婆婆站在彩莉这边 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老伴却令她闭嘴 毕竟是自家的血脉 不能轻易下结论 正直的父亲对儿子特别失望 从没想过他会这么不负责任 没结婚害人家怀孕 当初为什么分手 向东无奈内饰家里破产 母亲不让往韩国打电话 一晃几年过去了 以为对方早已结婚生子 不管怎么说那已经是过去事 父亲希望他妥善解决 不要伤害任何人 已经复了初恋 不要复未婚妻 向东做不到 这可能就是父母的心吧 当天太子来到律所 咨询抚养权的问题 按照法律生父 可以提出任领申请 身份一旦确认 就可以通过亲子关系指定诉讼 男人忧心忡忡 清楚花朵对妻子有多重要 随后来到金珠家登门道歉 也想留下来住一晚 岳母不同意 这件事是你们做的不对 不该那样对妈妈 回去好好求情 离开前去房间看了妻子 多想陪在她身边 金珠不同意喊她快回去 太子眼含泪水 随后将女房约到咖啡馆 已经提交亲子任领申请书 也就是说今后将以父亲的身份 定期与女儿见面 并认为她现在的婆家 不适合花朵生活 金珠慌了害怕女儿受到打击 等孩子再大一点再相认不行吗 向东实话实说 真想问花朵到底是喜欢我 还是喜欢继父 明明是你强加给孩子的 甚至觉得金珠不配做妈妈 说完绝情的离开 女人心力交瘁 到底怎么做才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 太子非常愧疚 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但他们要打起精神 更不要愁眉苦脸 讲笑话逗妻子开心 母亲看到这一幕 挖苦两人像个傻子 这个时候还能笑出来 当东将这件事告诉了父母 爸爸面色凝重 问他未婚妻是否知情 妈妈吃定准而喜 他敢说什么 没有向东都活不下去的人 既然要认 就尽快说明不要再拖了 向东想给金珠一点时间 财力一个人借酒消愁 还不知道男友的决定 外婆心疼陪他一起喝酒 爱情相放风筝 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 道理谁都懂做起来却不容易 转天向东妈按照地址找过去 想要和女方母亲谈一谈 并开门见山表明自己的身份 来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想见一下亲孙女 现在阻拦还有什么用 早晚都会相认 随后找到花朵 已经和外婆打好招呼 要带她去见医生叔叔 金珠得知后激动不已 害怕孩子奶奶乱说话 母亲认为血浓于水 不会做伤害花朵的事 见一面就随她吧 金珠不放心追到小区公园 奶奶将孩子带到餐厅 一边吃饭一边盯着花朵 越看越喜欢 向东妈不想拖拖拉拉 直接说出和她的关系 我是你的奶奶 医生叔叔是你的亲爸爸 花朵瞪大双眼 明显有些惊慌 奶奶喂的肉也不吃了 向东赶到餐厅 一见面花朵就追问她 真的是自己的爸爸吗 向东埋怨母亲擅作主张 母亲不觉得自己有错 想要创造父女俩单独相处的时间 花朵哭着说要回家找妈妈 向东连连道歉 小姑娘非常混乱 已经有了继父 现在又冒出一个亲爸爸 金珠心急如焚 左等右等终于等回女儿 花朵声音哽咽 问妈妈向东 真是她的亲爸爸吗 金珠只能骗她不是 恨前男友不考虑孩子的感受 随即冲到医院 一边打一边骂 因为她金珠被婆婆赶回了娘家 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连女儿都不放过 小小年纪你要她怎么承受 向东解释这不是自己的本意 从没想过伤害花朵 金珠歇斯底里 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遇见她 骂完转身离开 胸口就像堵了块石头 难受得喘不过气 母亲认为 只能尽快让外孙女接受事实 一个是后爸 一个是亲生父亲 向东想不通哪里出了问题 从来没有这么迷茫过 未婚妻没有责怪 尽量理解她的感受 一回家表哥就冲进来 觉得向东太过分 一再让金珠为难 这些天 她一直试着说服母亲 重新接纳妻子 为斩涅元 女强人恨不得将儿子送到国外 太子觉得窒息 如果执意下去就独立分家 奈何金珠不同意 她理解婆婆的立场 这么做只会激化矛盾 爸爸心疼女儿 特意做了她爱吃的糕点 金珠声音哽咽 本想给父母看自己幸福的样子 结果变成现在这样 老头慌忙转身掩饰眼角的泪水 几乎一夜无眠 早早来到女婿家想为金珠求情 知道女儿犯了大错 但夫妻俩那么相爱不该硬生生拆散 女强人拒绝沟通 直接绕过去开车 老头越想越起 冤有投债有主 都怪那个不负责任的前男友 她大喊大叫冲进医院 二话不说就是一拳 臭小子 好好的家庭被你毁掉 花朵绝对不会给你这种混蛋 向冬冤枉 自己求过复合式金珠一直拒绝 骂完愤愤离开 老头愧对这个家 为了弥补妻子特意买了鲜花 金珠妈有点害羞 早就忘记今天是结婚纪念日 吹灭蜡烛 全家人开心祝贺 老头掏出礼物 第一次送妻子戒指 操劳了一辈子 老太太拿着丈夫送的购物券买买买 果然人靠衣装马靠安 而其彩虹屁夸上天 老太太传授人生经验 不管多爱丈夫都不要逝去自我 我儿子也许和他爸爸一样不是省油的灯 等孩子大些一定继续完成学业 婆媳俩处得像母女似的 弄完头发又一起去做了美甲 嗯飞嘴甜心善 刚刚开了工资非要请客 六岁的小姑娘每天闷闷不乐 没人知道她心里生病了 生父打来电话 按规定今天是见面的日子 突然冒出一个爸爸花朵非常混乱 不知如何缓解压力 只能大口大口地吃东西 妈妈心里充满了担忧 活泼懂事的女儿到底怎么了 向东暗示过来接人 金珠提醒对方花朵最近有点沮丧 不要乱说话刺激他 向东看不到自己的错误 怪他嫁到那样的家庭 女儿才会变成这样 花朵面无表情地坐在车上 默默地听两人的争执 离开时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第一次和爸爸约会 小姑娘只顾着吃东西 向东解释 也才知道她是自己的女儿 因为妈妈结婚了 所以不能生活在一起 花朵觉得大人都喜欢撒谎找借口 不想再听起身就走 回去的路上扭着头一言不发 放歌曲又嫌吵 向东问她下次什么时候见面 花朵闭着眼睛假装没有听到 回到家就冲妈妈发脾气 她讨厌所有人 接着来到外婆的房间将门反锁 无论金珠怎么敲门都不开 晚上外婆包了孩子最爱的饺子 花朵一口吞下 金珠试图和孩子解释 在没生下她的时候就和爸爸分开了 想着等你长大了再告诉你 六岁的孩子难以理解 一直往嘴里塞饺子 晚上丈夫安慰金珠 长大了花朵就会懂妈妈有多爱她 不顾一切的生下她 还有明天去医院看看 最近为何报引报时 万万没想到 医生竟建议去一下精神科 感觉是心里的问题 金珠听完很不适滋味 随后来到女儿的身边 一遍一遍说着对不起 太子托关系预约到首尔最权威的专家 经过初步诊断 医生认为孩子最近承受了太大的压力 对现实不满不知道如何发现 金珠有些崩溃 没等对方说完就起身走到门口碰我 恨自己太过粗心 忽视了女儿的感受 外婆听说后心疼不已 那么活泼开朗的孩子 太子也很愧疚 是自己没有处理好家庭关系 让花朵受了委屈 但希望妻子记住爱能战胜所有磨难 还有 就像亲生父亲一样 毫无保留地爱着花朵 愿意为他尽上权力 奈何生父从来不懂关系 看不出未婚妻正在努力忍耐 怀疑他没有放下初恋 所以才会百般纠缠 分开时向东佑提出要去看一下 可爱的女儿突然性情大变 不说不笑一直吃东西排解压力 妈妈只是劝了一句 竟然生气地摔掉勺子 随后来到厨房 一边盛冰淇淋一边安生叹气 此时花朵的生父正在门口转悠 刚要打电话金珠妈走了出来 一看到她就火大 噼里啪啦一顿骂 你现在高兴了 什么都说 为何不告诉孩子当初是你抛弃了金珠 怎么难以启齿吗 向东一头雾水 急着询问孩子的情况 老太太恨得咬牙切齿 绝对不会把外孙女给她 经过打听 向东终于知道女儿出现了心理问题 她从来不会反省自己的错 怪金珠婆家人没有善待孩子 随即将初恋约出来 男人已经不满足每周见面 想要争取花朵的抚养权 金珠无语 如果不是你揭发孩子的身世 婆家人已经接受我们母女了 花朵喜欢曾祖母 是她的未婚妻天天给孩子脸色看 向东听不进去 死都不让女儿再回到那个家 甚至以医生的身份要求对方配合 金珠觉得讽刺 一天都没养过孩子 简直不可理喻 骂完气愤地离开 向东则来到律所咨询 以现在的情况他有多大的胜算 律师认为 接受精神治疗可以成为有利的证据 但不能直接证明是母亲和继父的问题 另一边 小夫妻每天花尽心思让花朵开心 面对曾经最喜欢的玩偶 小姑娘看都不看 晚上 向东对女友表达了抚养花朵的决定 彩莉难以接受 自己在她心里算什么 没有商量就直接通知 爱得这么卑微 换来的却是无事 第一次萌生了分手的想法 姨妈早就希望她这么做 那男人配不上你 随着时间的流失慢慢就会放下 第二次治疗向东追到医院 正好是探视的日子 下午要带女儿去她那边 金珠无可奈何 敲窗和女儿说再见 花朵冷冷地看着她 脸色没有任何表情 妈妈的心都要碎了 这么分开女儿竟没有一点反应 难过时又收到法院寄来的快递 向东已经递交了诉讼 要争孩子的监护权 好棒 金珠恨不得杀了她 吃完药花朵沉沉地睡着了 向东妈不允许儿子做单身爸爸 必须牢牢拴住彩莉 在母亲看来富家女儿戏更重要 于是打电话找理由叫她过来一下 挂掉手机花朵也行 爸爸 女儿扑进金珠的怀里 就在这时向东的未婚妻推门进来 看到母女俩强压心中怒火 气氛尴尬 妈妈问花朵是要吃完早饭 还是现在就回去 小姑娘想马上就走 转身回房间拿书包 金珠已经收到法院的传票 但她相信法律的公正 七年来了无音讯凭什么征服养权 扭头让彩莉帮着劝说 你不是讨厌花朵吗 女孩跟着妈妈头也不回地走吗 彩莉觉得未婚夫残忍又固执 根本不懂什么是爱 不管是对金珠还是我 只考虑你自己的感受 向东不听劝 如果分手她不会挽留 总而言之不肯放弃女儿 彩莉含泪离开 金珠与丈夫咨询抚养权的问题 现在的情况对她们很不利 花朵正在接受精神治疗 男方会在这里大做文章 放大金珠婆家的问题 没有办法提供一个有利孩子成长的环境 女人心烦意乱一点胃口都没有 男人递上筷子 看着爱她入股的丈夫实在说不出口 或许只有离婚向东才会放弃抚养权 母亲听到这个想法快要气炸了 是做了什么 孽遇到那样的男人 好好的生活被她搅得一团糟 凭什么被她威胁 可对金珠来说 女儿是最宝贵的 吃了药的花朵 最近总是失税 她从心里觉得对不起孩子 转天金珠提出了分开的想法 至于原因不必多说 太子理解生父的顾虑 她也不想花朵再受委屈 既然如此就趁现在独立吧 反正早就想搬出来了 金珠有些犹豫觉得对不起婆婆 天天提醒自己不可以贪心 丈夫拉起她的手 血缘关系是不会切断的 夫妻也是一样成为一体不能分开 为了独立生活 太子不要一分财产 名下的房产健身馆酒吧全部放弃 女儿生病了 必须舍下一切去照顾她 外婆和母亲认为她精神不正常 为了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背叛家人 太子不想再争论 谁能理解她对金珠母女的那片真心 转身回到卧室打包行李搬了出去 就这样 用不多的钱租了一个简单的公寓 在两人细心的呵护下 花朵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 积极扎扎扎讲的没完 季父舍弃一切只为陪他康复 一家三口过着简单幸福的日子 生父心急如焚 一个月没有见到孩子了 未婚妻失去耐心 真不知道表哥住在哪里 现在根本不和家里联系 向东天天吵着要见女儿 再拨过去电话已经关机 向东气急败坏 害怕太子取代自己的位置 好在花朵又变回了以前的样子 整天缠着季父玩游戏 女强人神通广大 很快就查到了儿子工作的地方 太子正在整理训练服务 母亲别提有多难受 从小到大都没有让她吃过这种苦 太子不想和妈妈争吵 没说两句就请她回去 妈妈气得骂人 大坏蛋 害自己这么伤心 母子俩不欢而散 随即冲到小夫妻租的公寓 看着简陋的环境 摔东西的一幕正好被孩子看见 她吓得跑出去 金珠固步的婆婆撒腿就去追 丈夫气得失不下咽 怪母亲无理取闹 晚上花朵又开始做噩梦 太子既心疼又自责 随即冲回家 如果她再无理取闹 就彻底断绝关系 金珠到底犯了什么罪 是缺少父爱还是亲信了初恋 只是舍不得打掉孩子 未婚妈妈都该死吗 女强人听不进去 难道只有她女儿重要 我都失去儿子了 管不了那么多 太子拜托妈妈讲道理 我们可以求你原谅放下怨恨 外婆拉住太子不让走 外孙不在家里空荡荡的 转眼间开庭的日子到了 即使太子搬出去独立 向东也坚持要征抚养权 金珠叫住南方 这就是他爱花朵的方式 最终要把孩子带到法官面前 自私的可怕 想消失就消失 想复合就复合 如果不是你擅自与女儿相认 孩子也不会病得这么重 向东看不到自己的错误 反而指责太子 为了所谓的爱情牺牲了花朵 见过孙女奶奶也起了贪心 私下去和孩子谈谈 只要他在法官面前说 想和父亲一起生活就行了 还有如果未婚妻不想养花朵 就把孩子交给我 你们安心结婚 向东不同意 坚持自己带着女儿 一点都不考虑未婚妻的感受 母亲不放心 当天便将彩莉约出来 一改挑剔的态度 极力安抚对方 傅家女已经看清 向东只是不甘心放不下初恋 太子比他更爱花朵 让孩子混乱的人是你们 如果有人问你是喜欢妈妈还是爸爸 你就说喜欢爸爸 老太太一直误导孩子 按照奶奶说的去做妈妈才不会哭 花朵似懂非懂 心理压力变得更大 好像自己的存在会让妈妈不信 果然当天复查就出了问题 医生建议给孩子创造良好的环境 药物治标不治本 关键是家庭氛围 继父特别自责 恨自己没有保护好花朵 第二次开庭法官单独见了孩子 简单问了几个问题 花朵哭着跑出来 你干嘛 过后律师表示 现在情况对他们不利 无论是医院的诊断结果 还是孩子的表现 最好的方法就是生父主动撤销诉讼 太子只好去求向东 不管从哪方面考虑 都不该让母女俩分开 上法庭对孩子来说太残忍了 向东固执己见 认为是太子家把女儿变成这样的 男人爱妻女入骨 思来想去只有她放弃才行 但希望金珠知道自己已经尽了全力 愿意等花朵长大再回到她身边 金珠哭红了双眼 不舍得丈夫又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太子一边流泪一边安慰金珠 就当去出差了 现在好多夫妻都是两臂分居 没关系 花朵很快就会康复 一切都会变好的 我爱你们 就这样拉着手不知过了多久 天还没亮 男人就爬了起来 他决定静静地离开 桌子上留了一封信 他走得很坚定 心里默默祈祷母女俩一定要健康平安 到底什么是爱 只要你幸福我就幸福 金珠有些崩溃 花朵走出来 轻轻擦掉他脸上的泪水 娘家妈特别遗憾 女婿好得无可挑剔 只怪女儿没有福分 等到孩子大了也许还能再续前缘 失去最爱的人傅家公子不想回家 也怪母亲一直不肯接纳金珠 干最累的活麻痹自己 不去想念他们母女 向东泽找到彩莉想要挽回这段感情 傅家女问了他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征抚养权 也不是从小养在身边 怎么会有那么深的感情 别告诉我那是父爱 好好问问你自己 这份执着真是为了花朵吗 还是为了孩子妈 总而言之彩莉下定决心放弃 前男友不相信两人已经离婚 律师强调 如果妈妈恢复单身 就很难赢得抚养权 向东心情复杂 随即找到孩子妈询问他是不是真的 金珠讽刺 太子为了我们母女什么都可以牺牲 不像你只知道折磨孩子 荒唐的是向东竟然提出复合 毕竟自己才是花朵的亲生父亲 金珠觉得不可理喻 他爱的是太子 不是因为厌恶彼此分开了 实在无法理解他会有这种想法 向东却执迷不悟 周末将女儿带出来 问他是否羡慕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孩子 本来就快好的小姑娘又变得郁郁广欢 面对敏感的问题起身就走 身为医生向东意识到花朵的病情没有好转 他指责金珠不上心 就不能为了孩子考虑复合吗 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 金珠不想再废话 只希望尽快结束官司老死不相往来 还有一点希望他记住 我爱的人是太子 是他让我重新相信爱情 在你身上得到的是背叛和伤害 谁能骂醒装睡的人 弟弟觉得这是哥哥的执念 跟着妈妈才是最好的选择 他每天忙着工作从来没养过孩子 对他的喜好习惯一无所知 想想就不能好过 弟弟觉得他自私到了极点 而且非常感性 没有任何计划就着急把女儿抢过来 像东辈说得哑口无言 第一次反思这样做是否正确 未婚妻伤透了心 颓废的表哥过来找他 痴情的兄妹两同病相怜 彩莉不明白对方为什么不回家 怎么弄得这么狼狈 太自苦笑 失去金珠整个世界黯淡无光 只能用酒精麻痹自己 彩莉将喝醉的表哥带回了家 见到母亲太子大到苦水 她真的很爱金珠 也很爱花朵 为什么您不能爱乌及乌 疼爱他们包容他们 我的心都要碎了 女强人冷冷地看着她抱怨 今天才知道两人已分手 随后打给金珠 捧在手心里的儿子被她折磨成这样 一定是为了花朵甩了她吧 太子冲过来夺走了电话 不许母亲再伤害金珠母女 人家也是父母的宝贝 凭什么被你羞辱 女强人气哭了 你出去问我 有哪个妈妈喜欢那样的儿媳 都已经分手了还要怎么样 强势地爱令她窒息 说完夺门而去 妈妈哭得气不成声 离婚后丈夫躲在暗处 默默地守护亲女 希望孩子快点康复 可惜花朵的情况没有一点好转 外婆试图让她开口 可无论说什么小姑娘都一言不乏 老太太心里难受让女儿搬回娘家 一个人带孩子太辛苦了 金珠不想拖累妈妈 进进出出会遭邻居的闲话 老太太不在乎 感叹女儿命运不好 和自己一样没有老功夫 母亲生气 又不能在一起再好有什么用 都怪前男友非要征服养权 另一边 太子依然不肯回家 为了不去想妻子每天不停歇的工作 而且一身酒气 老板娘看不下去劝她爱惜身体 除了当活就是喝酒人会累垮的 母亲不放心到处打听太子的下落 随后来到水产市场 看见了颓妃不堪的儿子 既心痛又生气 睡着了嘴里还喊着 没有妈妈能受得了这样的场景 随后将前儿媳妇约出来 问她知道太子现在变成什么样 在市场里做苦力 整日泡在酒里像个废人 如果你还有一点良心 应该劝她回家不要再赌气 金珠从震惊到心疼 不知道对方这样自暴自弃 婆婆离开后眼泪止不住流下来 太子也从老板娘那得知妈妈看过她 心里很不适滋味 其实她并不想让母亲失望 只是太痛苦不知如何逃避 外婆劝女儿妥协 经过这些日子她想开了 没有父母能赢过子女 听说花朵生病后心里非常不舒服 多好的孩子啊 金珠的确犯了一些错 但她把孩子教育得很好 特别招人喜欢 是一个合格的妈妈 接纳他们吧 黑流啊 老话说心胸可以小得像针银 也可以大到海那百川 作为长辈不要救助错误不放 与强人非常纠结 金珠一整天魂不守舍 担忧太子过得不好 一直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 小棉袄察觉到不对劲 终于开口喊了一声妈妈 金珠以为自己听错了 花朵接着问爸爸去哪里 说好帮我折飞机的 提到丈夫金珠又想过 对孩子什么都不能说 太子则看着一家三口的合照 唉声叹气 拿起酒瓶突然想起 妈妈也曾为了她放弃深爱的人 而自己从来不肯退让 忽视对方的感受 一直害她难过 挣扎很久 女强人又来到市场 静静地看着儿子吃饭 太子没有抬头 希望再给她一点时间 她会回家的 也终于明白妈妈 也走过这样 忍着痛苦回到 我跟外婆的身边 儿子的理解 让她善然泪下 女人心情忐忑地去赴约 没想到被迫分手的丈夫也在 两人面面相去非常意外 婆婆为什么安排两人见面 金珠低着头不知如何面对 太子妈想通了 你又不是故意犯错 也不想再计较过去 金珠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声音哽咽感谢婆婆的宽容 还没说完 就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 哭着跑出去 太子紧追而来 金珠满眼泪水 问她这不是梦吧 是不是应该掐一下自己 女强人终于放低姿态 真心接纳未婚妈妈 希望小夫妻幸福地生活 回到家 便打开抽屉 看着两人的合影 以及那条定情项链 十年如一日的深情令她动拢 只是愧对外甥女 采丽决定放下未婚夫 让姨妈不用考虑自己 相爱的人是不会分开的 除非有一方撒谎啊 妈妈学宰那个 另一边 夫妻俩则来到幼儿园 接花朵放学 太子张开双臂喊她过来 小姑娘刚要过去 一抬头看见了生父 向东气急败坏 骂两人是骗子 就知道会这样 你们根本就没分手 起身边撂下狠话 会在法庭上揭穿他们的谎言 一定抢回抚养权 太子追过去解释 已经得到母亲的认可 保证不再让花朵受委屈 向东不听 不相信太子妈会无条件爱孩子 也觉得金珠没资格当妈妈 坚持在一起就把花朵给她 两人不欢而散 继父回来 小姑娘关心她是不是又被奶奶骂了 花朵还有心理阴影 太子安慰妻子慢慢来 现在已经没有阻碍 一定会越来越好 为了女儿还不能搬回来 外婆充分理解 先给孩子治病 就算分家也没关系 只要解开彼此的心结 你们过得幸福就行了 现在最主要的是 别再刺激孩子 小小年纪不该承受这些 向东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认定两人在撒谎 表面装作分手背地偷偷在一起 发誓一定要赢得抚养权 并擅自准备一间儿童房 无论生父怎么说 花朵只关心妈妈住在哪里 更不想面对这么复杂的问题 一回家就转述了这件事 外婆提醒她 你不是有一间公主房吗 花朵想起来 后爸家里有好多好多的娃娃 粉色的帘子漂亮极了 见时机成熟 金珠将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 去婆家之前一再和孩子确认 如果不想去就不去 小姑娘突然反悔 不好的记忆涌上心头 害怕曾祖母更害怕奶奶 金珠抱住女儿安慰 继父不想为难孩子 下次再来玩吧 调转车头原路返回 外婆失落地挂断电话 心里很不适滋味 没想到给孩子带来这么大的伤害 当天便亲自上门 抚慰花朵受伤的心灵 你还记得曾祖母吗 女孩点头 随后伸出手想要抱抱她 花朵犹豫片刻还是走了过去 老人抱住孩子道歉 还买了两个帽子 以后就带着她一起去公园玩 花朵终于露出笑容 老人感慨万千 虽然相处了不长的时间 但对孩子产生了感情总是惦记她 花朵竟然答应了 也很想念曾祖母 老人离开后 小姑娘一直戴着帽子不肯拿下来 画的人物也都变成了笑脸 金珠喜出望外 马上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丈夫 太子特别欣慰 认为花朵很爱自己 所以才会努力接纳她的家人 挂掉电话金珠紧紧抱住女儿 没有言语能表达她内心的喜悦 花朵生日就快到了 生父绞尽脑汁寻求弟弟的意见 随后买了一个超大的玩具熊 硬塞到女儿手里 生日就快到了 场面有些尴尬 继父也买了相同的礼物 面对两位爸爸 两个玩具熊 小姑娘会如何选择 尽管生父对她也很好 但孩子什么都懂 清楚谁真心爱她谁付出的更多 向东濒临崩溃 做梦都没想到 会输给没有血缘关系的继父 全家人为花朵庆生 小姑娘笑眼弯弯 爱是治愈创伤的解药 吹灭蜡烛 舅舅问花朵许了什么心愿 太子向他保证 今后不再让母女俩伤心 向东泽独自神伤 难以接受女儿会选择后把 征得抚养权的官司 终于落下为母 还是由妈妈抚养孩子 夫妻俩如是重负 生父却认定是对方 强加给女儿的 为了自私的爱情 阻止他们父女团聚 金珠无奈 自己和女儿是一体的 什么都不能让两人分开 向东执迷不误想要继续上诉 随后来到医院了解 孩子最近的精神状况 主治医生给他 看了花朵最近画的画 以及最新的诊断证明 小患者已经完全康复 花朵是真心喜欢继父 向东哭了 无法继续自我欺骗 明白这不是妈妈 强加给孩子的想法 回到家 一直翻看女儿的画 那上面没有自己 只有他们一家三口 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也终于认清了现实 有些人错过了就是一辈子 花朵喜欢爸爸 也喜欢继父 但他更爱妈妈 只是有点难过 生父今天哭了 金珠安慰女儿 不会断绝他们往来 想念的时候可以见面 赢得抚养权 外婆感慨万千 这些天吃不好睡不好 就怕生父抢走孩子 花朵也终于克服恐惧 来到了继父家 婆家人真心接纳他们母女 金珠不好意思 女儿现在还不愿意过来住 婆婆表示理解 慢慢来不用着急 吃完饭 花朵看了自己的公主房 她超喜欢这里 离开时 奶奶给了她一块巧克力 还记得上次自己没吃早饭 另一边 向东想去乡下的疗养院工作 母亲不同意 让他继续上诉争取抚养权 向东态度坚决 也没有脸去挽回未婚妻 父亲认为儿子只是一时迷失 心里还是有彩力的 于是找到对方将选择权交给他 从始至终彩力度理解向东 因为他们是一种人 爱的执着又任性 放不下又忘不掉 与此同时 在太子的牵线下 摆脱家族掌控的财阀 三十余女强人破镜重圆 两人像小朋友似的动不动就半嘴 妈妈生气问儿子 干嘛一直那个表情 好像在嘲笑他们 太子发自内心为母亲高兴 一直以为她很坚强 其实也是个小女人 不知道来了多少次 花朵主动要求留下来 妈妈和继父守在床边 没一会儿就沉沉地睡着了 世上哪有不受伤的人 但爱能治愈疼痛 向东也是一样 白天强撑晚上戒酒消愁 对不起太多的人不敢奢望原谅 富家女追到乡下再次伸出手 这是她思考三个月的结果 向东觉得自己没有资格 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彼此的身边 金珠则重回公司 成为婆婆得力的助手 与从前一样一失意有亲密无间 每天有分享不完的话题 女强人觉得自己遭到报应 以前对儿媳不好 一把年纪嫁过去还要讨好婆婆 金珠爸每天忙着讨好老伴 无论干什么都要跟着 一起来到女婿的健身馆 人生短暂珍惜在一起的 每分每秒 向东和彩莉要按计划回美国 走之前来拜访姨妈和外婆 太子希望他们好好的 也很欣慰对方迷途之选 离开时见了你们 刚抱住孩子小年袄 就让她不要哭 妈妈说了 公布严心地抱着孩子 会一直为她祈祷 健康平安不要生病 我们一定会重逢 金珠站在不远处 心里忐忑害怕再有什么变动 彩莉走过来点头问好 接着来到花朵面前邀请她放假去美国 会买很多很多的玩偶 两人握手答应今后做好朋友 为了让金珠放心 向东申请了亲子弃全书 这辈子都不会再和她争女儿 对不起 周末太子安排可爱的女人们一起聚餐 金珠妈羡慕亲家们 这个年纪还能轰轰烈烈地爱一场 说说笑笑 服务生送来三束鲜花 不用猜就知道是谁做的 老太太感慨 不愧是我的女婿 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 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 至真至成 山海皆可平 处处是风景 这部剧已经全部更完了